腻底出国后 我爱上了他的白月光 虽然酒醒后屁股火辣辣的疼 但两人还是荒唐的暧昧了三年 可我现在只剩下不到半年的寿命 虽然只是床办关系 但还是想告诉他 只是刚解锁手机 就看到秦湛发来的消息 顾飞 我们结束吧 三年了 他偷来的三年终于要结束了 顾飞强忍住眼眶的温热离开了医院 扑面而来的阳光冲淡了些许心痛 那就结束吧 他都要死了 一切好像都没那么重要了 以后 还是朋友吧 看着对面的回复 顾飞气笑了 去汤姆的朋友 以后都不要见面了 我尼玛都要死了 刚想把他拉黑 又突然想起什么了一样 成功那套房子归我 以后你不要再来了 那套房子每一处都是他亲自盯着装修的 绝不能便宜擎占那个王八蛋 好吧 你保重 过了许久 对面才回复 顾飞翻了个白眼 将人拉黑 然后大步离开 回到家已经是下午 他也懒得吃饭 直接在阳台的摇椅上躺下 反正活不了几天了 怎么叔叔怎么来吧 手机突然响起 助理那边急得心急火燎 顾飞将眼罩拉了下来遮住眼睛 他的心也跟着平静下来 小陈 我今天请假了 天塌下来也明天再说吧 给你也带心放一天假 回去休息吧 放心 公司倒不了 小陈立刻激动地挂断了电话 反正公司又不是他的 自己老板都不着急 他急个锤子 过了一会儿 手机再次响起 他都要死了 还不能安静点吗 今晚回家吃饭 你弟弟回来了 顾飞本来沉下去的一颗星 原来是顾飞回来了 顾飞 他弟弟 也是秦湛的白月光 三年前 顾飞出国 他陪着秦湛喝酒 其实他那晚没有喝醉 只是他们发生关系后 没想到秦湛酒醒后会问他 要不咱俩试试 顾飞现在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时的喜悦 像是被一块从天而降的大饼砸住 如此荒唐地开始 如此草率地结束 自己终究只是他的替身 现在顾飞回来了 他瞬间便输得一败涂地 他随便找了理由拒绝 顾正华也没当回事 还让他在下周安排一个宴会 正式介绍顾明 为何当初他进公司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每一步都要他自己跌跌撞撞地走 为何要区别对待 顾飞心底酸涩 他忍不住咳嗽了几声 喉尖出现的一股血腥味提醒着他 他要死了 人都要死了 还计较这些公不公平的有什么意义 有这功夫 还不如趁着最后一点时间 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 他直接干脆地拒绝了 不管对方愤怒地咆哮 直接挂断电话 他缓缓地将身体向后靠在背影上 顾飞是跟着爷爷长大的 爷爷死后 将自己手里的股份一半分给他 他回到父母身边 像个格格不入的入侵者一样 那时候 是秦湛站在他身边 搂着他 告诉他 我会永远陪着你 可如今 秦湛也不要他了 或许他死了 才是真正的皆大欢喜吧 此时秦市总裁办公室内 秦湛看着手机屏幕上大大的红色探号 一脸不可置信 他心底生出一股无端的怒呼 真的不准备再和他见面了吗 不见就不见 秦湛气愤地将手机扔在桌子上 顾鸣回来 他该高兴的 他确实害怕顾鸣发现他和顾飞的关系 所以才选择了和顾飞分手 为什么现在 他却这么烦躁 下周一就是顾鸣的回归宴会 与其在这里烦躁 倒不如去挑个礼物 至于顾飞 秦市和顾市深度捆绑合作 就算是为了工作 他们也不可能再也不见面 秦湛坐上车 司机照例将车子向着水岸东方的方向开 等秦湛意识到的时候 已经快到了 秦湛黑着脸让司机掉头回老宅 顾飞都把他拉黑了 他还去找他干什么 回到空荡荡的老宅 连管家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他平时都是和顾飞一起吃的晚饭 现在是越想越烦 时间很快来到周一 秦湛带上礼物参加顾市的宴会 一进大厅就看到穿了一身白色西装的顾鸣 和三年前出国时候一模一样 他本以为自己会很紧张 可心里却是异常的平静 顾鸣打开礼物 然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他们聊着回国后的规划 只是提到顾飞时 顾鸣脸上露出几分不悦 因为从他回国到现在都还没见过他 在知道他连续几天都没去公司时 秦湛怕他出事 拿出手机刚想要发信息 突然想起人家已经把他拉黑了 他知道这两兄弟关系不合 也不知道两人会不会因为争权争得死去活来 到时候他该帮谁 两人正说着 大厅里突然传来窃窃私语 顾飞走了进来 身姿挺拔 容貌俊秀 脸色却带着几分苍白 顾飞他 生病了 秦湛的心仿佛被揪了一下 顾飞也看到秦湛 他和顾鸣站在一起 他终于得偿所愿了 顾飞 你还知道回来 这几天去哪了 为什么不去公司 他刚走进来 明面就遇上顾正华的质问 顾飞淡淡的 感冒了 头疼 顾正华一鼻子愤怒瞬间咬胡 总不能让他带病上班吧 最后只能丢下一句 病好了就早点滚回来 带带你弟弟 顾飞歪头一脸比一地看向他 顾鸣那么优秀 还需要我带 还是把你亲自带来 顾鸣走过来 及时打断两人的争吵 大哥 好久不见 顾飞抬起头看着顾鸣 好久不见 欢迎回来 然后他又看了眼顾正华 继续说道 以后公司就靠你了 好好干 别辜负爷爷的辛苦 当然最后一句 他是在心里说的 顾鸣一正 有些不明 所以这句话的真假 顾飞手里 可是握着顾氏 将近20%的股份 他不相信顾飞 对顾氏没有想法 可是 他的眼神又似乎很认真 顾鸣点点头 也要靠大哥多多提携 顾飞没有回话 他和顾鸣其实 没有多大的仇恨 只是他不喜欢他 他也不喜欢他爸 他内心还是希望顾鸣 能撑起故事 也真心希望 秦湛能得偿所愿 这或许就是 他这个将死之人的 最后一点执念吧 此时想要看热闹的众人 一阵唏嘘 本以为会看到 两人针锋相对的场面 没想到却是胸有地宫 顾飞往旁边走了几个 他捂着嘴又忍不住咳了几声 飞快地拿出一片止痛药吃下 顾飞 你在吃什么 身后一道熟悉的声音 冷不丁传来 顾飞被吓了一跳 他慌乱地将药瓶塞回口袋 然后面无表情道 感冒药 感冒药你心虚什么 秦湛仔细打量着顾飞 他一心虚 整个人就乱七八糟的 我心虚什么 再说了关你什么事 昨天已经说了 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也别来找我了 你是认真的 秦湛瞪大眼睛质问道 顾飞点头 你别后悔 秦湛转头就走 可才走了两步又突然想起什么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盒子 转身扔到顾飞怀中 然后冷哼一声离开 顾飞打开盒子 是一对红宝石袖扣 他眼眶微热 秦湛一直对他很好 只是他不爱他 一对袖扣而已 他收下了 就当分手礼物吧 秦湛站在不远处 看到顾飞将袖扣收下后 心里那骨子气终于消散了 他得意地想 顾飞一定很喜欢他挑中的袖扣吧 一边说跟他绝交 一边还收下他的礼物 口是心非的家伙 宴会终于开始 顾振华郑重地向所有人介绍顾名 顾飞坐在台下 看着台上重心捧约的顾名 他突然想起 上学时候 他得了奥数一等奖 学校希望父母能够出席 顾振华和蒋兰都以工作忙为借口拒绝了他 可是那天下午 他坐在台下 看到化学组二等奖的顾名 被顾振华和蒋兰捧着走到奖台上 那天他很伤心 奖都没领就跑了 他害怕 害怕一会儿上台被顾振华和蒋兰看到 害怕自己的懦弱和伤心无处可藏 但是现在 他已经不伤心了 他也不要他们了 顾飞不自觉地拿起桌上的酒杯喝了一口 顾飞 刚吃了感冒药就喝酒 你活得不耐烦了吗 秦湛气冲冲地跑过来夺下了他的酒杯 熟悉的声音传来 顾飞抬起头 然后拿起桌上的另一杯 一饮而尽 挑衅 赤裸裸地挑衅 秦湛一屁股在顾飞身边坐下 行了 顾飞 我们认识十几年 因为这么点小事就要闹败 何况当初只是说好试一试 你也同意了 可不是劳子强迫你的 现在搞得好像劳子负了你一样 看着急到跳脚的秦湛 他心里苦涩极了 你不怕被顾明知道我们的关系吗 秦湛心虚 可是看到如此冰冷的顾飞 更加难听 秦湛的脸色变了又扁 他猛地站起来 想到现在是在宴会上 又坐下捏住了顾飞的手臂 压低声音咬牙切齿道 顾飞 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把你当成了顾明的提身 劳子认识了你十几年 连公母都分不清吗 你可以侮辱劳子 你也没必要侮辱你自己 我跟你分手 确实是因为顾明回来了 但是劳子分得清楚顾飞和顾明 他说完转身就走 真是把他气得牙痒痒 早知道会和顾飞闹掰 他就算是用五指姑娘 也不会和他乱搞 三年前他喝醉酒 莫名其妙地和顾飞上了高速 第二天醒来 他不得不承认 确实非常满足 当看到顾飞满身的红痕时 忍不住脱口而出 要不咱俩试试 他已经做好被顾飞做的准备 谁知道顾飞竟然答应了 结果现在跟他说是什么提身 真是离了个大步 此时坐在旁边的顾飞 攥紧了双手 他的身体都在不受控制的颤抖 没有当提身吗 他一直以为秦湛 是交易 顾飞压下心底的悸动 让自己的心重心归于平静 他要死了 不该再产生不现实的期待 片刻之后 顾正华宣布顾飞集团的总裁 将由自己的小儿子顾名担任 而顾飞海外分公司 由大儿子顾飞负责 顾正华话音刚落 现场一片哗然 他们还以为顾家两位少爷会争取 没想到直接被内定了 众人的目光不由地转移到顾飞身上 顾飞神情淡然 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多伤心 甚至有一种果然如此的平静感 他被顾正华踢出局了 他要死了 在生死面前 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众目睽睽之下 顾飞站起来 面对顾正华充满警告的眼神 他只是笑了笑 然后举起酒杯朝着顾名晃了晃 恭喜弟弟 然后一饮而尽 顾正华的脸色终于变得好看了几分 顾名却是充满了不可置信 他都已经做好了要打一场恶战的准备 可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果 顾飞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平静的像事不关己的样子 这反而让秦战心里感觉很不舒服 这三年 顾飞为故事付出了多少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可他就这样被踢出局了 秦战心里闷闷的 他忍了又忍 最终还是没忍住走了过去 又是秦战关心的声音 顾飞管不住跳动的心脏 他低着头 不想对方看到他的狼狈 秦战恼怒地踢了一脚顾飞的椅子 你直接来秦氏工作得了 他想说劳子养的起你 可突然又想起来他们已经分手 顾飞缓慢地抬起头 愣愣地看着秦战 秦战脸上的表情认真极了 好像他说得跟真的一样 顾飞咬牙 极力地控制自己 不要沉溺在秦战认真的眼神中 他故作平静又不在乎的 不用了 我不想再跟你有什么瓜葛 秦战被噎住了 你不要后悔 劳子的耐心有限 顾飞惬意地喝着酒 转头过去一副 不想再看见他的模样 秦战 你的白月光就在那站着 现在还来缠着我 难道说 你后悔和我分手吗 秦战像是炸毛的狮子 转身就走 他好心来安慰 反倒被他嘲讽 真是气死 顾飞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 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笑 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 眼下心底的落寞 他独自离开了 等到秦战再次回头时 大厅里已经没有了顾飞的身影 看着远处言笑艳艳的宴会厅 看着春风得意的顾飞 在想到独自离开的顾飞 他心里突然很不舒服 酸酸胀长 像是在新唐 这样的宴会好像与他也显得 有点格格不和 他和顾飞打了声招呼就离开 秦战出来后找了一圈 也没看到顾飞的身影 说不理他 就真的不理他了吗 秦战皱着眉开车前往水岸东方 他不信 顾飞会真的跟他绝交 走到门口刚想按门铃 可突然又想到这几天顾飞的态度 他不信邪地用自己的指纹按了上去 门打开了 果然 顾飞这家伙 一定是因为顾飞回来了 心里别扭 秦战感觉心里那口酌气吐出来后疏疏多了 他刚进门就看见顾飞像的老朽似的 躺在阳台上的摇椅上一晃一晃的 阳光扑洒在他身上 这家伙本来皮肤就偏白 这下子看上去像是在发光一样 秦战轻轻地走过来 盯着闭着眼睛的顾飞凑近了些 他怎么觉得顾飞脸色很苍白了 不由地伸手摸向他的额头 可一只手却突然握住他的手腕 两人四目相对 谋中满是不可置信和欣喜依赖 秦战也不自觉地跟着勾起嘴角 然而下一秒 他的手腕被猛地甩开 顾飞眼眸中的欣喜瞬间收敛 整个人变得冷冰冰的 你怎么会来这里 顾飞攥紧身上的毯子 他不知道秦战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刚刚晃神间 他以为是做梦 没想到是真的 如果可以 他真的不想再见到秦战 他怕再看到 自己会生出更多不该有的念头 他想平静地离开 害怕自己会不甘心 秦战在他对面坐下 摆出一副理所应当的姿态 这是我家 我为什么不能来 顾飞抬起头 你不是说这套房子归我吗 秦总是后悔了吗 秦战睁大眼睛 你觉得我是来跟你抢房子的 不然呢 顾飞眼睛盯着秦战锤在桌子上的手 修长 干净 充满力量 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在顾明身边献殷勤吗 毕竟他是你的白月光 他好不容易才回国 何况今天还是他继承故事的大好日子 你不跟着庆祝 来我这里干什么 来看我笑话吗 顾飞的声音中带着几分 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抱怨和委屈 秦战猛地站起来 你觉得我很闲 故意来看你的笑话 他从未被顾飞这样对待 秦战委屈极了 他担心他难受 特意跑过来看他 他却这样误会他 顾飞你什么样子劳资没见过 我用得着专门过来嘲笑你吗 在你心中我就是这种人吗 顾飞低下头 不然呢 秦战觉得一腔愤怒 撞到一团棉花了一样憋得慌 他贴近 一把将顾飞提起来 顾飞一副身无可恋的眼神看着他 既然不是来看笑话的 那以后就别来了 我讨厌顾明 你喜欢顾明 所以我也不想看见你了 你走吧 以后也不要再联系了 你因为顾明要和我绝交 秦战瞪大眼睛不敢置信 我讨厌他 讨厌和他有关的人 所以也讨厌你 顾飞红着眼眶逼着自己狠心 好好好 这是你说的 我要是再来找你 我特么就是狗 秦战气急败坏 一脚踢翻桌子底下的垃圾桶 顾飞抬起头来与他对视 秦战愤怒道 垃圾桶是我买的 我还不能踢吗 顾飞笑了笑 那你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是你的 都带走吧 秦战要被他气死 我怎么拿 过几天我找搬家的过来拉 顾飞重新靠回到摇椅上闭上眼睛 不在大理被气到吐血的秦战 秦战将那个被他踢翻的垃圾桶扶正 然后气冲冲地摔门离开了 听到关门声 顾飞才慢慢睁开眼 看着那个被放回原位的垃圾桶 他红了眼眶 秦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如果告诉他自己的病 他一定不会对自己不问不问 但这不是他想要的 他宁愿一个人孤独地离开 也不想被人同情 成为别人的累赘 他叹了口气 洗身去洗澡 明天还要去一趟公司 然后就彻底解放了 他每次吃了药后都会觉得身体特别累 特别困 等他再次醒来时外面已经是漆黑一片 整个房间昏暗又压抑 顾飞愣了好一会儿才想起 那个躺在他身边的人 已经不在了 他当拿起手机准备看时间 就发现有十几个未接电话几十条信息 全是秦战的助理高兴发来的 顾飞本想着既然绝交 就觉得干干净净 但又有些担心 他认命地点开了手机 顾总 秦总出车祸了 顾总 您可以过来一趟吗 在大复二月 顾总 您在吗 顾飞瞪大了眼睛 赶忙将电话打了回去 电话很快就被接通了 秦战车祸严重吗 他现在怎么样了 顾飞语气迫切 然而对面却沉默了好一阵 高助理看着秦总脸上的擦伤 冷静地说道 顾总 您还是亲自来看吧 顾飞心里一紧 下意识问道 人 还在吗 高助理看着秦战那凳得跟着波浪鼓式的双眼挠了挠头 不是特别严重 人现在已经醒了 顾飞身体一软 声音也跟着软下去 秦战肯定是从他这里出去后出的事 如果他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 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那你照顾好他 他喜欢吃辣口的东西 住院了千万不能吃 不要什么都听他的 买医院的营养餐就好 如果秦战伤得很严重 记得帮他请两个靠谱的护理 这件事先别告诉秦老先生和老夫人 他们年纪大了 经受不起惊吓 医院里秦战敲着脚 听着电话里顾飞的担心 终于顺心了 可他却是越想越不对劲 高助理看着秦总越来越黑的脸 弱弱地问道 顾总 您不亲自过来看看吗 秦战身边怎么会缺少照顾的人 顾飞强迫自己冷下心 不了 辛苦你照顾好他 就这样吧 我先挂了 听着嘟嘟的挂断电话声 秦战的脸色黑的能低出莫来 他出车祸了 他都不来看他 难道过去三年 顾飞都是装的 高助理本想留下来照顾他 可被他拒绝了 他就稍微擦了点皮 要不是想让顾飞来看看 哪里需要住院 秦战是又难堪又生气 脑子里全是顾飞跟他说绝交的模样 他怎么可以轻易说出绝交这个词 不见就不见 好像谁稀罕谁似的 秦战坐起来打开手机 将顾飞的一切联系方式全部拉黑 除非顾飞来找他 否则 他绝对不会再主动去找顾飞 可他躺在床上却是怎么都睡不着了 另一边的顾飞 就愣愣地看着床的另一边 那里还维持着他和秦战分手那天的模样 枕头上还盖着一件秦战的睡衣 仿佛就如同往常那般只是出差了 很快就会回来 但是顾飞心里清楚 他只是在自欺欺人罢了 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他们两人的痕迹 秦战对他很好 好到顾飞曾经不止一次去想 就这样一直和他走下去 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他睡不着 于是便狠下心打开箱子 将秦战的衣服一件一件收起来 一些毛巾拖鞋之类的小东西也一并丢到箱子里 这一打包就是好几个大箱子 房间瞬间空扩了不少 属于另一个人的痕迹也在一点点消失 顾飞的心也一点点沉了下去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放下秦战 忘记秦战 他躺在沙发上 手机里除了高助理的电话就再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他不知道秦战的伤到底严重到何种程度 心里越是抗拒 就越是忍不住去想 许久之后 他终于站起来 匆忙换了一身衣服跑出了门 他只过去看一眼 只看一眼就离开 绝对不会让秦战发现他来过 当他来到秦战的病房外已经到了深夜 医院里的走廊空荡荡的 他将病房门轻轻拉开一条缝 房间里只有秦战一个人 他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 是不是很严重 顾飞心里很担心 他还是忍不住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 秦战闭着眼睛躺在床上 脸上有几道擦伤 身上不知道有没有受伤 顾飞正犹豫着要不要拉开被子偷看一下 病床上的人猛地睁开眼睛 顾飞被吓得转身就要离开 然而躺在病床上的人已经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顾飞转过身来 看着病床上的人哪有一点受伤的模样 他坐在床上中气十足 拉着他手腕都有些疼 顾飞 你果然来看我了 秦战像是很高兴的样子 顾飞看向秦战 皱了皱眉 你骗我 秦战连忙解释 我没有 你别胡说 我是真的出车祸了 你看我脸上的伤 只是我运气好 车子都快报废了 出车祸的车还是你送我的那辆 看着秦战那副委屈的模样 顾飞一颗悬着的心也算是放了下来 既然你没事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照顾好自己 他想挣脱秦战的手 却被他牢牢地牵制住 我都出车祸了 你就不能留下来照顾我吗 顾飞冷哼一声 秦战 你不要忘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为什么还要照顾你 你不会真觉得分手之后 我们还能做朋友吧 合格的前任 就应该像死了一样 顾飞说完 转身就想走 秦战赶忙站起来拦住了他 顾飞 你到底为什么要和我绝交 你讨厌我 还是因为顾冥 你的东西我给你收拾好了 都放在一楼的次物 你下次自己来拿 等你拿完了通知我一声 我会换密码 你休息吧 我先走了 等等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秦战皱着眉 这件事很重要吗 顾飞抬头看着他问道 分手是你提的 更何况我们之间还横着个顾冥 你凭什么认为我还能跟你做兄弟 在我顾飞的世界里 前任就应该老死不相往来 秦战不知道怎么回答 分手确实是他提的 可是他现在好像有点后悔了 趁着秦战愣神的空档 顾飞已经转身离开了 听着关门的声音 秦战的心像是突然空了一块 酸酸涩涩 很难受 第二天一早 顾飞换好西装便赶往了公司 刚一进门就听到窃窃私语的声音 看来昨天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公司 助理小陈看见立马就迎了上来 说是顾董让他去趟办公室 随后又小声紧张地问他是否真的要离职 小陈从顾飞入故事就一直跟着他 三年前顾是被合伙人被刺差点扩展 是顾飞将公司就回来 现在公司刚回到正轨就被顾董踢开了 这真的很不公平 以后跟着顾明好好干 顾飞笑着拍拍小陈的肩膀 小陈道 顾总 您辞职了要去哪里 我跟着你一起走 顾飞愣住了 这世界上竟然还会有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他 不过他注定要让小陈失望了 顾飞笑道 接下来我不准备工作了 他顾做轻松地说道 我的钱赚够了 以后就躺在家里好好享受 小陈 您很优秀 跟着顾明好好干 前途无量 小陈听着有点不知所措 他以为顾总会出去担干 或者入职其他公司 没想到顾总这个工作狂会直接摆满 不过想想也对 他要是有那么几个亿 那还干个毛线 那我们东郊的项目怎么办 项目组已经干了两个多月了 想到东郊项目 顾飞也失神了片刻 东郊的项目是和有关部门合作的 如果能顺利拿下这个项目 顾氏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可惜了 以后的事情 就让顾明去努力吧 项目组先暂停吧 以后怎么办 你们就听顾明的吧 顾飞心里有点不舍 他原本是想让项目组就地解散的 后面想想还是算了 他都要死了 还是不做坏事了 顾飞道 项目组的小伙伴这段时间也挺累的 你在最后帮我干一件事 你给他们每人发十万奖金 走我的私人账号 听到顾飞的话 小陈眼眶瞬间放红 顾飞拍了拍小陈的肩膀 就当我犒劳大家了 这最后一件事 帮我处理好 顾飞转身去了顾正华办公室 办公室里 顾正华看到顾飞就气不打一出来 昨天晚上去哪里了 为什么不回家 顾飞在他对面坐下 我以为你们一家三口团聚不想看见我 今晚回来 你妈和你弟弟都在 看着顾飞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又想到昨天宴会上的事情 顾正华难得心虚 语气也温和了几分 以后公司就是你和弟弟的了 这段时间你多带带弟弟 由他带着顾飞发展 以后我也放心 你好好辅佐他 你们兄弟齐心 让顾飞好好发展 顾飞扑斥一声笑 顾明他是皇太子吗 还要我辅佐 你再胡说八道什么 顾正华火气瞬间上来了 我说错了吗 他就比我小一岁 又不是没断买 再说我也不想干了 我今天就是来辞职的 你说什么 顾正华瞪大眼睛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以后顾氏就是顾明的一言堂了 您老不开心吗 我辞职了 也没有人耕顾明征了 这不是好事吗 顾正华被气得说不出话 他虽担心兄弟两争权会影响公司发展 可这话说出来怎么就这么刺耳呢 你再帮明朗一段时间 顾正华底气突然弱了 帮不了一点 顾飞言辞拒绝道 顾正华开始找各种理由软磨硬泡 可顾飞却只丢下一句话 我得了绝症 要死了 没法上班了 顾正华气绝 你得劳子滚 顾飞吃笑一声 行 那我滚了 他走了两步又说道 等我死了 把我埋在老爷子墓前 不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我天天和老爷子告状骚扰你 死之前 我就不再来骚扰您了 毕竟父子一场 你也别太上火 容易早亡 我死了以后只想见到老爷子 可不想见到你 顾正华真是被他气得差点原地飞升了 这哪有儿子周老爹早亡的 他回到家 刚想拿出手机给小陈主妇几句 就感觉一阵疼痛感袭来 他无力地躺在椅子上 正正地看着天花板 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什么都没有力气去想 什么秦战 什么顾名 什么顾氏 他现在什么也不想去看 这个世界没了谁都可以正常转动 顾氏那么大的公司 就算换了总裁又能出什么问题 更何况还有顾正华和秦战为他绑架护航 顾飞突然感觉心底有股压制不住的酸井 此刻 他的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他极度顾名 极度他轻而易举就得到了他永远也得不到的一切 极度他被父母捧在手心 极度他得到了秦战的爱 可是又能怎样呢 他没有几天可活了 放下心底乱七八糟的念头后 他整个人终于变得轻松起来 最后的时光 给阳台上的花花草草浇浇水 去厨房做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看看书 刷刷男男说慢的视频 晚上出去溜达溜达 等顾氏的事情彻底结束后就出去旅游 有能力就自驾 开不动车了就花钱顾一个人 走到哪算哪 哪天坚持不下去了就回到老爷子墓前一趟 让顾正华给他收尸 美滋滋 顾飞是痛快了 可顾明却是要炸了 整个公司一下子全都落到他身上 顾正华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接 老头子已经气得快要冒烟了 秦战也不痛快 这段时间心里空落落的 生活中的每个地方都不对劲 他以为顾明回国他会很开心 可事实上顾明忙得根本见不到人 而且秦战自己心里也觉得有点变 甚至有点抗拒去见顾明 他憋着难受 给自己找了个事 去出差了 可是三天后 他的车子却不自觉开到了别墅 秦战靠在车边郁闷地盯着小区门口 他跟顾飞已经快十天没联系了 三年来他们几乎站在了一起 可现在才过去十多天 他仿佛煎熬了无数个三年 秦战的爷爷和顾飞的爷爷是老战友 后来又一起下海创业 顾飞和爷爷一起长大 秦战在上初中时候父母双亡 后面也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两人从那时就形影不离 可现在顾飞这混蛋不理他了 他想上楼看看 可又觉得太丢脸 要是再被赶出来 但是 但是如果他只是上去拿东西 秦战找到了理由 笔直气撞上了楼 他敲了门 没有反应 试探地把指纹放上去 开门了 可他却愣住了 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变 却又什么都变了 他的拖鞋呢 沙发上他的抱枕没有了 桌子上他的水杯不见了 难道是顾飞把属于他的东西都扔了 他就这么迫不及待要和他撇清关系吗 憋屈 难受 他想见到顾飞 想当面问他 他怒气十足地拨打顾飞的电话 可他被拉黑了 顾飞的眉头皱起来 于是先发制人质问道 你去哪里了 我东西呢 你都扔了 顾飞摆他一眼 在客房 你自己去办 他一边说着 一边走到阳台上躺下闭上眼睛 他不想和秦战吵架 他也没有力气吵 秦战你什么意思 现在是连看都懒得看我了吗 秦战怒气十足地走过去 可看到的却是顾飞那苍白的 没有一丝血气的脸 你不是辞职了吗 为什么怎么气色还这么差 秦战忍不住地问道 顾飞翻了个身盖上小毯子 没理他 问你话呢 秦战一把扯住他的小毯子 贴上了他的脸 他说完又补充道 不是我关心你 我答应过顾爷爷 要照顾你 像兄弟一样 可结果呢 他和兄弟一起开上车 也不知道百年以后顾爷爷知道 会不会打死他 顾飞挥了挥手懒洋洋地说道 我没事 你快去搬东西吧 别烦我了 看见你就烦 老子有哪里对不起你了吗 秦战忍了又忍 终于忍不住问出心里话 我承认 我是有那么几分喜欢顾明 可是跟你在一起的三年里 我有对不起过你吗 顾飞睁开眼睛看着秦战 他面对秦战 总是无奈又疲惫 秦战从未对不起他 是他顾飞对不起他 是他顾飞卑劣 动了不该有的心思 而秦战 只是不爱他而已 无力感像海水一样扑面来 将顾飞包裹得几乎让人窒息 可秦战却是揪着他 等着他的回答 顾飞深吸一口气无奈道 秦战 你不会真觉得我们开过三年车 分手后还能回到从前吧 我没有兴趣跟顾明与你开三轮车 更何况分手的时候我就说过 以后不要再见面 你也同意了 我什么时候同意了 秦战还想狡辩 顾飞却是甩开他后说了一句 秦战 祝你抱得美人归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行 我走 我再来搭理你 我就是狗 秦战只觉得憋屈又愤怒 顾飞一边晃悠着躺下 一边慢悠悠说道 记得把门带上 啪一声巨响 顾飞闭着眼睛僵硬地窝了好一会儿才睁开 房间里已经没有那个人的身影了 顾飞心头一色 眼眶变得温热 他不是没想过 万一 万一秦战知道他生病了 或许会愿意照顾他 愿意陪着他走完人生这最后一段 可是 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弟弟出国后 我爱上了他的白月光 虽然酒醒后屁屁火辣辣的疼 但两人还是荒唐地暧昧了三年 可今天刚查出癌症 就收到了他的分手短信 更可笑的是分手后还想做兄弟 你不会真觉得开过三年车的两人 分手后还能回到从前 在我顾飞的世界里 前任就应该老死不相往来 秦战被气得摔门而出 走到楼下他才发现自己脚上还穿着一次性脱戏 他就是在外人面前把脸丢光了 也不要在顾飞面前丢人 他再也不会踏进这个房子一步 顾飞站在窗边 看着那辆熟悉的车子驶离 他的心才一点点沉下来 秦战很迷茫 不知道该去哪里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 他人生的每个阶段几乎都有顾飞的相伴 这一次是他主动提的分手 可现在却有点后悔 虽然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后悔 但顾飞说的也没错 离开三年的白月光回来 他应该感到高兴的才对 可是他的心里为什么好像堵了一团火 烧得整个人都不舒服 秦战今晚不想回老宅 爷爷奶奶带着小侄子去欧洲玩了 连保姆和管家都跟着放假回老家了 回去了也只有他一个人 房间越空 他的心里越不得静 于是便开车来到了宋星渝的酒吧 宋星渝是秦战和顾飞的共同朋友 几人都是在一起长大的 秦战进去二话不说 直接开始给自己灌酒 宋星渝一听到秦战来了立马跑过去 可素来形影不离的两人 却只看到秦战一个人在灌酒 瞬间就激发了他的好奇 秦战摇摇头愤怒道 你别跟我提他 陪我喝酒 一醉方休 宋星渝看着秦战的大黑脸顿时来了兴趣 满脸吃瓜的表情 可身后却吹来一阵阴风 他猛的一回头 就对上了他哥宋奇那张冰山脸 秦战黑着脸猛灌了一大口厚道 我跟他绝交了 以后不许在我面前提起他 也不许在他面前提我 宋星渝目瞪口呆 他对你好的就像你老婆似的 会舍得跟你绝交 宋星渝一说完 刚刚背后那股凉嗖嗖的杀气又传来 宋星渝挠挠头 他怎么觉得他哥今天怪怪的 秦战越想心里越委屈 怎么也不想说 只有一个劲的给自己灌酒 宋奇见状踢了宋星渝一脚 让他今晚好好陪秦战 今天喝的酒前就算在他自己头上 宋星渝有些不明所以 但还是笑得像偷了心的小狐狸一样 难得他那抠嗖的哥大放一次 今天可是要狠狠宰他一笔 但他没看到的是 宋奇转身走出的那一刻 嘴角却是在微微上扬 可宋星渝却是越看秦战越不对劲 有点吓人 有点担心秦家继承人死在他酒店可怎么办 他爹和他哥会不会把他推出去以死谢罪 宋星渝试探着问道 要不我给顾哥打个电话 秦战喝酒的手一顿 没有说话 这就是默认了 宋星渝难得脑瓜子清醒一次 他赶忙将电话拨过去 此时的顾飞刚吃了药 身体的疲惫赶上来 紧紧接通电话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他琢磨着或许该请一个护工了 万一哪天昏倒在家里 直接死了也就算了 要是昏倒在卫生间 被人发现后是脑袋在马桶里塞着 那就真的尴尬了 顾飞正苦中作乐地想着 那边就传来了声音 顾哥 秦战在我这喝醉了 你要不来接一下他 秦战手指紧紧握着酒瓶 低着头 看不清表情 顾飞声音平稳 星渝 秦战的事以后不要再跟我说 我和他没关系了 因为药物原因 他的身体很疲惫 疲惫到都没力气去伤心和难过一样 宋星渝看着秦战像是要吃了人的目光 吞了口口水小声道 可是秦战醉得很厉害 你不来 我担心会出什么问题 会出什么问题 顾飞的声音依然很平淡 平淡的像是在询问一个陌生人 宋星渝 他秦战是一个成年人 更何况 谁让他喝酒 你该让谁去找他才对 似乎这样说 他心里就能好受一点 宋星渝撇了撇嘴 除了你 秦战还和谁关系这么好吗 够了 顾飞还没开口 秦战突然吼了一句 然后又开始低头喝闷酒 顾飞听到秦战的声音 还是恍惚了瞬间 宋星渝这才肝大地挂断了电话 电话挂断后 他慢慢闭上了眼睛 空护的房间里忽然变得好安静 宋星渝心里嘀咕 怎么跟小情侣闹矛盾似的 下一刻就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大罪一场后 秦战似乎也想开了 一切又回到了正谷 顾飞找中介挂出了自己的招人信息 秦战也恢复以前忙碌的状态 顾飞接手顾氏的工作后 每天忙到灰头土脸 顾振华整天都黑着一张脸 在顾飞顶上这几年 他几乎都没操过心 如今正儿八经的继承人上位了 自己反而要被弃出三高 他不懂顾明 东郊这么重要的项目 为什么没有继续跟进 小李那般跟着顾飞的人 本来是要被换掉的 可在得知东郊项目 可以随时重启时 顾明愣住了 他实在是没想到 顾飞竟然这么大 这一次小人之心的人 竟成了他自己 东郊项目是故事和秦氏 合作拿下的项目 所以顾明约了秦战下午5点见面 他出国前和秦战也算有些交集 但秦战很明显和顾飞关系更好 这是顾明回国后 两人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秦战本来觉得自己 应该很紧张很喜悦 但是事实上 他却是觉得有点甘巴 对顾明的那骨子悸动 似乎已经随着时间 开始渐渐消失了 他第一次对顾明心动 是在一场宴会上 那时候他才21岁 他们虽然小时候见过 但在顾明小时候 就跟顾正华他们出国了 他们回国的那晚 顾明穿了一件欧式的礼服 精致又漂亮 秦战当时清楚地 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 这一跳就是五年 可如今看着顾明 这张日益成熟的脸 似乎觉得他并非 自己记忆中 偷偷爱慕的样子 秦战清晰地记得 三年前毕业那天 他费了好大心思 挑选了礼物 又买了花 准备鼓足勇气告本 没想到对方直接出国了 他当时应该是很伤心的 不然也不会喝醉 和顾飞上了高速 秦战抿了一口茶 将心里的不是压下 两人客客气气 你来我往地 谈了秦氏和故事的合作 顾明本来还想通过秦战 联系上他哥 可是看他脸色 变了又变后也是放弃 从饭馆回来后 秦战越想越不对劲 他不是喜欢顾明吗 可是为什么没有那种 重逢的喜悦和心动吗 难道是他搞错了 秦战窝在沙发上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顾飞 秦战猛地惊坐了起来 他竟然在梦中 喊出了他的名字 他怎么这么没有鼓气 要是让顾飞知道了 指不定要怎么嘲笑他呢 这一次 他是绝对不会先低头的 男人为了和前任分手后 做回兄弟 竟恬不知耻地 让小侄子带他去道歉 就在刚刚 秦战和顾飞分手后 去见了他的白月光 可是他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他不是喜欢顾明吗 可是为什么没有那种 重逢的喜悦和心动 当他在梦中 惊醒喊出顾飞名字的时候 他才知道 他是真的后悔了 可那妄恶的羞耻心 又让他低不下头 于是就把主意 打到了他侄子的身上 那小崽子对顾飞喜欢得很 到时候就说是小崽子 求着拉着他去的 这样总不会丢脸了吧 顾飞这边找了好几天 也没找到合适的护工 于是他又趁身体还好 去了一趟医院 坏消息他是真癌症 好消息是因为他心宽 癌细胞扩散速度还行 再活几个月不是问题 反正他不准备折腾治疗了 止痛药医生也愿意给开 剩下的就是好好享受生活吧 回到家后 他收到了一个惊喜 秦家的小崽子秦景硕 去了游回来 秦景硕是秦湛哥嫂的孩子 夫妻俩飞机失事后 留下的一个小崽子 秦湛平日里将小崽子 当成亲儿子眼 所以他和顾飞的关系也很好 他总说最喜欢 和漂亮的顾叔叔了 最讨厌小叔跟他抢顾叔叔 小崽子一回到家 就迫不及待地 给最爱的顾叔叔打电话 顾飞接通电话 看到小崽子漂亮的脸蛋 出现在屏幕上是 所有的阴霾也都画了 他们给他取了个小名叫乐乐 也是希望他能快快乐乐长大 乐乐开心地说 给他带了好多好多礼 等叔叔下班了就去找叔叔 不会耽误叔叔工作 顾飞看着懂事的萌娃心动话 他也不知道自己 还能再见小崽子几次 又或许就不该再见了 顾飞思绪片刻后 任命般叹息一声 乐乐你听叔叔说 然而对面的小崽子 却被一只修长的手拎了起来 秦湛的声音温柔中 带着吴蓉志一道 早点睡 明天我带你去找顾叔叔 你顾叔叔也很想见你 不信你问你顾叔叔 真的吗 小崽子的声音清脆又欢喜 更是充满了期待 顾飞无语 话都让这叔侄俩说完了 挂断电话后 乐乐嘟着嘴 瞪着一脸坏笑的秦湛 讨厌的小叔叔 又又又打扰他和顾叔叔聊天 顾飞走进卫生间 刚打开水龙头 鼻血就止不住地流 镜子里的人 苍白的脸色像个索命的鬼 他知道 这样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 直到死亡 第二天一大早 小崽子匆匆忙忙吃完早餐 背上了塞得满满的小书包 就跑上了秦湛的车 顾飞昨天说他今天不上班 可是把他开心坏了 秦湛牵着小崽子得意地走向顾飞的家 此时他心里颇有一种大仇得报的感觉 顾飞不是不让他来吗 看你今天得不给他开门 乐乐按门铃 秦湛得意地指挥着小崽子 乐乐眨巴着眼睛一脸问候 小叔叔和顾叔叔吵架了吗 以前都不需要按的呀 秦湛尬尬住了 他想顾飞亲自给他开门 可也不能在小崽子面前丢人 于是还是把自己手指放了上去 门被打开 秦湛得意道 看到了吗 只有打不开门的人才需要按门铃 小崽子皱眉 竟然被他给装到了 顾飞看到来人 苍白的脸上也带上了几分真心实意的笑 小崽子开心地围着顾飞转圈圈 又是轻轻又是抱抱 然后把书包里塞得满满的东西 全部倒到了沙发上 顾飞看着心里暖暖的 内心不惊地出现一个念头 要是自己也有这么一个小崽子 那该有多好 小崽子叽叽喳喳喳 分享在欧洲见到的一切 分享他新认识的好朋友 见过的美景 吃过的好吃的 顾飞看着他手舞足蹈的模样 脸上带着温和的笑 时不时硬喝两句 秦湛不甘心他自己一个人独自冷清 于是走过来硬挤到两人中间 顾飞给他翻了个大白眼 他都不知道秦湛脸皮居然这么红 本还以为以秦湛的骄傲 再也不会来找他了 顾飞干咳了两声 喉尖一股甜心冲出 他连忙站起来往厕所跑 小崽子被吓了一跳 屁颠屁颠的就跟了上去 然后被最爱的顾叔叔关在了门外 片刻后 卫生间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咳嗽声 坐在沙发上的秦湛终于察觉到不对劲 他跑过去一边敲门一边急切的询问 很快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小崽仔也是一脸担忧 眼眶都红了 他乖巧的退后几步 眼睛亮晶晶的看向秦湛 等着他踹门 顾飞气喘顺了 忍不住翻了个大白眼 他真的是上辈子欠了秦湛的 刚打开门 秦湛就贴了上来 询问他是不是生病了 要不要带你去医院 顾飞皱眉 本想说我们遵守了 你凭什么管我 可又看到小崽子担忧的目光 只能咬牙切齿的 有点上火 留个鼻血腔道 毕竟一炸干什么 都把孩子吓坏了 顾飞推开秦湛 摸了摸小崽子的小脑袋挂 秦湛冲进卫生间 果然在垃圾桶里 看到一堆带血的卫生纸 秦湛又盯着顾飞观察了一阵 看顾飞的气色 好像确实还行 脸颊也有血色 只是忽然觉得 他好像瘦了不少 顾飞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秦湛皱眉 顾飞懒得理他 牵着小崽崽到阳台去玩了 下午的时候 小崽崽提出想吃鱼 三人在夜市逛 期间秦湛不止一次的 想去牵他的手 都被他无情地推开了 一晚上下来和顾飞 顾飞也没说上几句话 顾飞看他粘得厉害 于是狠着心对他说 我以为你已经认清楚 我们俩的关系了 我在乐乐面前 给你留三分脸面 下次 让赵管家带乐乐过来 秦湛被气炸了 故意走慢了几步 然而顾飞和秦景说 那小崽子连头都没回顾 完全把他当成了空气 最后逛得差不多了 秦湛就臭着脸一把 把小崽子拎走塞进了车里 然后转身傲慢道 顾少尊贵的屁股 要上来吗 顾飞最近都没有开车了 因为他也不知什么时候 会突然一口血喷出来 到时直接来个车毁人亡 秦湛正得意地 坐在驾驶室看着眼前人 然而顾飞转身就走 当着他的面栏了一辆出租车 秦湛看着远去的出租车 差点一口气没憋死 男人为了和前任分手后 做回兄弟 竟恬不知耻地 让小侄子带他去道歉 却被他的绝情气到半死 发誓永远不会再低头 可当他再次看到顾飞 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时 整个人都妈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顾飞的生命也在一天天减少 他现在早上起来坐在床上 都要缓上许久才有力气起来 他找了好久都没有心意的护工 昨天在医院配药的时候 只是随口和他的主治医生说了几句 医生当即就推荐了他的学生 顾飞决定见一见 护工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 来人给顾飞的第一印象就是朝气蓬勃 小伙子的块头也很大 应该能在他昏倒的时候 把他扛起来吧 顾飞暂时满意 小伙子也愿意先试用半个月 陈真属于阳光开朗行了 签好合同后 就把自己的行李搬上了二楼 整理好后已经到了中午 小陈说给他做份营养餐试试 肯定不会让他失望的 顾飞也不挑剔 躺在阳台上的靠椅 看着厨房忙碌的声音 房间里多了一个人 也是热闹了许多 没过多久陈真就端出来了 热腾腾的饭菜 只是坐在餐桌前的顾飞 却是皱起了眉头 实在是这饭菜太过于清淡了些 陈真见他那不开心的表情连忙紧实 顾先生 吃清淡些对您的身体好 生命很宝贵 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呀 顾飞无奈地笑了笑 我都要死了 还不能吃点好吃的 但看着陈真那明亮的眼睛 还是有点于心不忍说他 于是还是试吃了一口鱼 其实味道很不错 鱼很鲜嫩 青菜也是清脆爽口 只是吃完一顿后 嘴巴还是感觉空空的 于是还是决定和陈真好好聊一聊 他知道陈真作为一个医者 自然是希望病人能够爱护身体 可他并是不想请一个管束自己的人 他才不在乎多活几天少活几天 就只想在最后的时光里活得痛快点 陈真站在那里像得做错事的孩子 但顾飞给他的感觉确实很好 顾飞跟他签合同的时候就说过 这些家务都有专门的阿姨子 而他只需要在他身体突然不适 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照顾他就好 其他的时间自己都可以自由安排 最重要的还是后面要跟着顾先生去自驾旅游 他很喜欢这份工作 所以这也是发自内心的关心他而已 但最终他也表示理解和尊重他的选择 下午三点的时候 他约了人在咖啡馆见面 陈真在楼下点了一杯咖啡等他 坐在二楼的张伯远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人 你确定要把国外部分的全部股份都卖掉 你疯了吗 这不得气死顾振华 顾飞惬意地向后靠在了椅子上 一脸无所谓的 我又不出国 要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 不如卖了换点钱 张伯远是一名律师 平时顾飞遇到一些法务上的问题 都是找他帮的忙 但他属实是真的看不懂 眼前这位太子爷的操作 顾飞见他那震惊的表情无奈道 你替我去找顾明问他要不要 他要的话50个亿一口家卖给他 他不要的话 就按市场家卖给其他人 总之就是要尽快卖掉 张伯远猛了 大哥我是律师啊 去哪给你找能接收50亿的大老板 虽说当年是顾飞拉了他一本 才有了今天的金牌律师张伯远 可他也当不了这孙子的阿拉丁神灯满 顾飞拍拍他的肩膀道 你也知道 我从顾飞辞职了 现在一个能用的人也没有 我只有你了 张伯远给他翻了个白眼 只能勉强答应 至于有没有大老板愿意上钩 他可就保不准了 张伯远走后顾飞也走了下来 但又在柜台拿了两块小蛋糕 在陈真对面坐下 咖飞太苦了 其实他一点都不喜欢 陈真也有同感 于是两人就开心地吃起了小甜点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秦湛和顾明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这家咖啡厅是高兴区最大的一家 很多人都会选择来这边谈事情 能遇到熟人不奇怪 一下子遇到两个 还都是他不想见的 真会起 秦湛一进来就看到坐在窗边的顾飞 于是无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与顾明错开 他突然感觉很奇怪 自己怎么会感觉有种心虚的感觉 他是和顾明谈工作 又不是谈恋爱 自己心虚什么 再说就算是谈恋爱 他又有什么好心虚的 他在最近这段时间和顾明 见了好几次 一起吃了饭 打高尔夫 去骑马 他一次次地告诉自己 他暗恋这个人 可他却是没有出现任何紧张或者激动的情绪 然而一见到顾飞 久违地尴尬和不自在 瞬间就从心底冒了出来 顾明顺着秦湛的目光看去 正好和顾飞四目相对 他自从回国后 除了宴会那天 还是第一次和顾飞见面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走了过去喊个声歌 顾飞心中顿时涌起 难以言喻的酸楚感 秦湛这口东西 现在一定很得意吧 出生入队 得偿所愿 他往后靠了靠 找了个看不见秦湛那嘴脸的姿势 半赏才开口道 是好久不见了 恭喜你 顾飞和顾明从小关系就不好 顾飞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而顾明却是可以跟在父母身边 所以顾飞从小就觉得是因为顾明 父母才不要他的 而顾明则觉得 顾飞突然闯进他家 想要抢走原本属于他的父母 少年时两人就没少明争暗斗 直到后来爷爷去舍 顾飞突然觉得没意思 没了爷爷 他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顾家人了 于是单方面和顾明休战 在后来 秦湛喜欢上了顾明 而顾飞至今都不明白 秦湛到底是为什么会喜欢上顾明的 少年时候开始形影不离的就是他两人 而顾明就一个妥妥的局外人 不过爱情这东西 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顾飞在心里叹了口气 就看到秦湛朝他走了过来 顾总 好久不见了 您还真是贵人难见 顾总两个字 被他咬得死死 满脸都透着阴阳怪气 他们的确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 每次小崽子去看他回来 他就提着小崽子问 然而得到的结果是 顾飞连提都没提过他 这段时间他回到老宅生活 总是觉得不舒服 好像空荡荡地缺了什么 此刻在看到顾飞 他才不得不承认 这段时间 他身边缺少了一个顾飞 然而当他看到顾飞那苍白的脸 以及那原本就比较轻瘦的身体 此刻越发显得单薄时 他还是忍不住问了句 你感冒还没好吗 问完好像在顾飞面前主动低头了一样 觉得有些别扭后又补充了一句 我不是关心你 就是看着有些吓人 那就别看了呗 秦总还学会诅咒人生病 顾飞冷笑一声对了回去 秦湛的脸色变得更黑了 很生气很生气 又有些难受 顾飞才不管他 说完话就低头继续吃自己的小蛋糕了 好像秦湛的出现完全没有影响到他一样 其实再不低头 顾飞就要忍不住想抽秦湛的大提脸 自己都要死了 他却和顾明出双入队 他们一个抱憾终生 一个得偿所愿 人比人气死人 可是再一想 秦湛本来就喜欢顾明 意料之中的是 他不该伤心 情绪不好会影响病情 会身体难受 伤心只会影响自己 只会让别人笑话 不气 不气 站在一旁的顾明 似乎丝毫没有注意到两人之间的火热物 然后弱弱地问了句 哥 难得遇见一次 要不一起吃的饭吧 和秦总一起刚好 顾飞抬起头 似笑非笑地看向秦湛 好像不方便吧 秦总 你说是不是 张总 说得好像他们两个是专门出来吃饭一样 秦湛眼神扫过顾飞 看到他嘴角的嘲讽 他当即冷横 爱来不来 那助顾总 秦总用餐愉快 我就不打扰二位雅兴了 秦湛气得清金爆气 提高声音咬牙切齿的 借顾总急言 顾明被拒绝得这么彻底 脸色也有点难看 爸爸让我找你 你有空可以回家一趟吗 顾明说完又想到顾正华和顾飞的关系 又补充到一句 是公司的事情 顾飞把最后一口小蛋糕吃完放下勺子 很认真的问道 公司的事和我还有关系吗 顾明虽然不喜欢顾飞 但是对于他生气还是能感同身受的 当初爷爷过世后把一半补分给了顾飞 他以为另一半会是他的 没想到老头子却把另一半交给了顾正华 其实老头子是想全部交给顾飞的 这是顾明亲耳听到的事 可惜那时候顾飞和他年纪还小 集团不能交给一个还没成年的小孩子做的 于是才只给了顾飞一半 然而这一半也够他极多 所以顾正华说让他继承公司时 他就断定顾飞会和他硬碰硬 然而却是没想到 这些日子顾飞竟然真的没有给他挖任何坑 那些留下来的人也都愿意配合他的工作 这不得不让他心声歉意 以后别再来烦我 如果你需要 可以联系我的律师 只要钱到位 我手里20%的股份也可以交给你代理 顾飞说完转头看向陈真道 走吧 回家 好的顾先生 我去结账 陈真乖乖站了起来 回家 顾飞让谁回家 秦站顺着顾飞的目光 这才注意到顾飞身边跟着的陈真 秦站瞪大眼睛质问道 顾飞 这是谁 顾飞懒得理他 静直地走出了咖啡厅 只是刚走到一棵绿化大树下 他的喉咙就出现了一阵血腥味 他蹲下身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秦站稍微往外看了一眼 就看到顾飞蹲在地上 他下意识往门外走去 然而他还是慢了一步 已经有人从后边扶住了顾飞 两人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从秦站的角度看过去 两人亲密无间 顾飞是个很有分寸感和距离感的人 很少有人能这样进他的身 他想冲上去质问他们的关系 可是对方已经将人扶上了车 秦站只觉得浑身上下都难受极了 心中仿佛有一团熊熊烈火在燃烧 不断地灼烧着他的五脏六腹 顾飞看得云里雾里 他总有种错觉 两人的关系奇奇怪怪的 像是谈恋爱闹变动似的 秦站呼地回过头 顾飞都被他吓了一跳 秦站的脸色很难看 他无端感觉到一股恐惧的 好像他真的要失去顾飞了一样 这个时候 他应该追过去的 秦站还没想明白为什么 本能已经让他做出选择 他说了声抱歉后就匆忙离开 他心里实在憋得难受 有些话必须立刻当面问清楚才行 可推开门的瞬间 他愣住 因为那个男生正在为顾飞喝水 男人只是被自己的护工搀扶上车 就被前男友追上了门 可刚开门 就看到顾飞和那个男生坐在阳台上 你们在干什么 秦站瞪大眼睛大声质问 顾飞刚吃了药 身体里那股钻心刺骨的痛虽缓解了几分 但他的动作还是有些吃虎 秦站忘得他 满脸悲愤且难以置信 像是受到了沉重的背叛和打击 顾飞愣了一下 不懂他怎么会突然出现 他这会儿不是应该和顾冥在一起吃饭吗 他在生什么气 难道就因为他拒绝了顾冥的邀请 所以特意来找他算账 药物让顾飞思维似乎隐慢了几分 顾飞眨了眨眼 推开了陈真未来的药水 陈真赶忙拆了一颗奶糖逼了过来 嘴中苦涩的味道被冲淡了几分 顾飞终于有了点力气应付秦站 可眼前的一幕却是把秦站看得目瞪口淡 他几步便冲到了顾飞面前质问的 我问你他是谁 为什么在我们家 还给你喂糖吃 顾飞被他气笑了 秦总 首先这是我家 我想让谁住和你无关 秦站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困手 晚枪怒火却总是因为顾飞一句话 顾飞提醒 秦总不会言而无信吧 秦站要被憋疯了 却找不到突破口 然后口不择言地再次改口质问 那他是你什么人 你们什么时候亲密到互相喂东西吃了 我们才分开几天 你身边就有其他人了 原来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一文不值 秦站越说越委屈 陈真站在旁边显得弱小无助又可怜 这一口大瓜让他吃的眼睛都瞪眼了 他在想自己听了去会不会被灭口 于是他可怜兮兮指了指秦站的方向小声问道 顾先生 我要不要回避一下 看到顾飞点头后 他一溜烟跑了 秦站等了半天也没等到答案 于是嘲讽道 别看了 人早跑没了 要不要我给你抓回来让你看得狗 秦站 你来我这发什么病 再说咱俩已经绝交了 我跟谁什么样都已经跟你没有关系 你懂不 秦站直接被顾飞的一句话给噎死 快去找你的顾明一起吃饭了 他看见秦站就头疼 本来生病了就不太好控制情绪 一看到秦站 情绪就更不稳定了 秦站瞪着他 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开口 我没和顾明一起吃饭 下午去那里就是为了谈生意 你别冤枉我 顾飞不太明白他的用意 难道你专门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秦站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傻 但还是理直气壮的 我不喜欢被人误会 顾飞不懂他为什么要解释这个 但却清楚地听到了自己的心 又开始不安分地跳步 那你呢 你和那小鸡崽子又是什么关系 顾飞躺回椅子上没有理他 感觉没有解释的必要 秦站感觉他真的要被气死 好像他说什么 做什么 都是踢在棉花上 除了气死自己 一点用也没有 但看着顾飞那平静的表情 他心里突然一黄 他总感觉 下一秒 顾飞就会突然消失了 秦站下意识一把紧紧抓住顾飞 顾飞 我们和好吧 顾飞看着他 眼神从疑惑到惊苦 再到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滚 秦站也被自己下意识说出来的话吓了一跳 但好像心里堵着的一块石头被彻底弄砍了 只是没过一秒 另一块石头又堵了进来 因为顾飞拒绝了 你为什么不同意 因为刚刚那个水 秦站语气中藏着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酸吻 秦站 我们已经结束了 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赶紧滚吧 秦站不敢相信 或许他就从未想过顾飞会拒绝他 滚吧 想发疯就去找你的顾冥发 秦站被推开 但他却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我不喜欢顾冥了 什么叫不喜欢了 顾飞满眼不可置信看着眼前人 秦站心里已经扭成了麻花 好像他自己是一个多国情寡义的人一样 三年前他确实喜欢过顾冥 那天早上 他从他身边路过 阳光和绿鹰 还有他疯狂跳动的心 他记得很清楚 可是现在 他面对顾冥确实已经没有了丝毫忌妒 这段时间的每次相处 他都会有一种下意识的愿意 怕被别人误会 怕被不经意路过的顾飞撞见 这应该就是爱一个人的反应吧 顾飞 我们还像以前那样和好吧 秦站说完眼睛都亮了几分 顾飞这次听清楚 但他却突然感觉很生气 凭什么又要和好 凭什么你说不喜欢顾冥了 就可以回来找我和好 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滚 你给我立刻滚 顾飞看起来似乎真的生气了 他眼眶泛红 甚至额头上的青筋都在抱起 秦站有点不明白顾飞为什么生气 他基本都没有见过顾飞这样生气 他想伸手去抱住他 可被他推开了 秦站皱着眉头很认真的说道 我没有侮辱你的意思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我没有了喜欢的人 你也没有 我们为什么不能继续 顾飞红着眼眶看着他 死死盯着他 眼神复杂 秦站愣住了 他想直白地表达自己对这三年的感觉 他想说这段时间没有你我很不习惯 他想说我很想你 可事实却是 是他为了别人而跟他皮的分手 是他先对这份感情没有了认知 顾飞的心骤然掉落冰枯 所有的委屈 所有的情绪 所有的不该产生的气盼统统被掐灭 赶紧滚吧 看见你就烦 顾飞的情绪似乎不知道因为他的哪句话 突然就冷静下来了 他重新躺回椅子上 看秦站没有反应又补充了一句 秦总该不会是要死皮带脸死缠烂胆吧 秦站三番五次被顾飞拒绝 他觉得自己应该生气的 可是看到顾飞那苍白的脸时 就觉得自己的气势弱了几分 你在气头上 我不跟你计较 你好好想想 秦站自己给自己找了的台阶 然后就气鼓鼓地走了 顾飞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忍不住愣出了神 以他对秦站的了解 说了这样的话 他应该是生气地拍门而去的 可突然感觉他有点不对劲 顾飞感觉他的心 又被秦站放在油锅里翻来覆去炸了一遍 难受 他真的不想再看见秦站了 他想出去转一转 离开秦站 离开这里影响他情绪的每个人 秦站刚下楼就看到坐在花坛边玩手机的陈真 于是走过去冷声道 喝一杯 陈真看着秦站的脸色不对劲 顿了顿还是答应 秦站把他拉到了附近送心鱼的酒吧 陈真像个小安纯一样跟着秦站后面走 迎面就撞上了他们的共同损友陈玉年 陈玉年睁大眼睛指着陈真 秦站踢了他一脚怒吃斗 明明就是他顾飞找的小男生好不好 陈玉年刚从国外回来 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 刚想跟上来吃吃瓜 又被秦站无情的一脚踢走了 秦站走进去 熟练地打开两瓶酒放在陈真面前 陈真连忙解释 秦先生您误会了 我和顾总不是您想的那种关系 秦站冷笑 我误会了 那你说说你们是什么关系 雇佣关系 陈真想了想委婉地说的 他答应过顾先生要帮他保守秘密 纯洁的 秦站打量着他 纯洁的你给他喂糖吃 没有喂 我只是帮顾先生拆开 顾飞花钱顾你给他拆糖 你觉得我很好糊弄吗 秦站的声音越来越冷 陈真疯狂摇头 顾先生顾我照顾他 开车 当司机 你随便填 秦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 拍到他面前 不不 秦先生 我们这一行不能干这种事 您拿这个诱惑了 我经受不住诱惑了 我已经和顾先生签了合同 我不能毁运 秦站皱了皱眉补充道 我没有要你辞职 我只是想知道顾飞最近的情况 陈真低下头 将发票推了回去 他出来当护工 本来就是想赚点小钱 他家里也不缺钱 只是和家里闹矛盾 为了这点钱出卖自己的职业道德 他做不到 没想到是个油盐不尽的 秦站忍着脾气在问 他有没有提起我 这个可以回答吧 陈真摇头 没有 那他身边有没有其他人 男的 女的 有没有 陈真依然低着头摇头 他是不是生病了 为什么要请护工 顾先生他觉得我做的饭好事 陈真慌乱的胡说八道 我还能收拾房间 打扫卫生 开车 干好多事 秦先生 我发誓 陈真都要哭了 他就一个纯洁的打工子 怎么就被误会出了的男男之情啊 真是冤枉 我是值得 我喜欢女孩子 陈真连忙补充道 更何况顾先生怎么可能会看上我这样子 您和他才是最配的 记住你说的话 滚吧 陈真如是重负 站起来就要走 离他远点 秦站又补充道 陈真走到门口 想到顾飞的病 又想到顾飞对他的照顾 他还是回过头说了一句 如果您真的喜欢他 一定要早点让他知道 否则 顾先生可能这辈子都不能知道 陈真走后 包尖里空荡荡的只剩下秦站一个人 什么意思 什么叫这辈子都不能知道 明明是自己的白月光 自己却生不出任何情愫 秦站此刻才明白 原来他心里至此至终都只有顾飞一个人 我没有了喜欢的人 你也没有 我们为什么不能继续 秦站红着眼语顾飞告白 可这话听在顾飞耳中却显得如此悲哀 凭什么又要和好 凭什么你说不喜欢顾明了就可以回来找我和好 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秦站表白失败后 一连数日都没有来打扰顾飞 顾飞安静地躺在阳台的椅子上晒着太阳 下周一是导师的六十大寿 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导师的生日了 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要跟着导师搞研究 可是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 顾家差点破产 又和秦站发生了那样的关系 从上大学开始 导师就对他倾囊相助 可是他却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选择了放弃读研 放弃了导师去故事工作 他从未对不起过任何人 除了导师 这三年 他不敢去面对导师 不敢去面对他失望的眼神 这份愧疚注定是要跟着他一辈子 现在他唯一可以为导师做的 就是将他与不明交易所得的资金 全部捐给导师的项目 希望他可以用这种方式 为曾经喜欢的科研事业做出贡献 只是不知道在宴会上会不会遇到秦站 逼秦站的脾气 这样不过他的面子 只怕秦站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 见到了也不会低头和他说话 他何必起人忧天 这样也好 他可以安静地独自一人离开 时间很快来到周一 只是以往得体的西装 此时穿在他身上却是显得有些空洞 寿宴在南郊的别墅去举办 他到的时候 只零零散散地来了几个人 顾飞怀着忐忑的心情走了进去 宋奇看见立马就赢了上来 他和顾飞都是杨教授的徒弟 虽然比他大三界 他做虽然也有些 但两人确实已经快半年没有见过面 宋奇看着眼前显瘦了一圈的顾飞皱眉问道 离开故事后 最近在忙什么 没什么 准备休息一段时间 那以后呢 以后准备做什么 宋奇追问道 以后顾飞的眼中露出几分迷茫 还不知道 再说吧 他可能 没有以后了 要不要加入我的团队 宋奇沉默片刻后郑重地问 他记得18岁的顾飞 站在实验室里信誓旦旦地说 我们将来一定要造出 完全属于龙国人自己的芯片 顾飞失笑 我几经几两自己还是清楚的 你那实验室最低学历也是硕士吧 宋奇的表情 看不出一丝开玩笑的痕迹 以顾飞的天赋和能力 他相信完全足以胜任 更何况 你不想见证奇迹吗 想的 顾飞沉寂好几年的心会重新醒来 只是他要死了 顾飞嘴角露出一抹苦笑 谢谢师兄 我恐怕还是没办法见证奇迹 宋奇点头 我尊重你的选择 不过我的实验室随时欢迎你 这个邀请 永远有效 谢谢师兄 顾飞看着他真挚的眼神 感觉心里很暖 别说客气的话了 我带你去见杨教授吧 教授经常跟我念叨你 提到杨教授 顾飞心中酸涩 宋奇拍拍他的肩膀 别担心 你的无奈教授都懂 他不会怪你的 只是心疼你太累了 三年前故事是个什么情况 整个圈子里人人都清楚 只是苦了你给别人做了嫁衣 旁人只是看热闹 可是他是真的心疼 宋奇小声道 抬起头 眼眶泛红 当年说要放弃考研 小老头气得当场破口大骂 甚至直接将他拉飞 这几年和杨教授的实验室合作的项目 也都是其他人来谈 他以为教授不想再见到他 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杨教授 下意识选择了逃避 可是这一次 他不能逃避 这一次 可能是他们师徒最后一次见面 两人来到二楼 宋奇敲了敲门 然后推门进去 老师 您看我把谁带来了 杨教授下意识望过来 一眼就看到了躲在门后的顾飞 顾飞慢吞吞地挪了过来 小声喊了声老师 他有些忐忑 害怕小老头直接将他赶出去 杨教授愣了愣 怀疑自己眼睛出问题了 他怎么看到那个逆途了 顾飞 快进来 宋奇打断师徒俩的大眼瞪小眼笑道 老师不是总念叨顾飞吗 这不人给您盼来吗 谁念叨他了 杨教授翻了个白眼 然后看向顾飞 还不快滚进来 等我老头子亲自起来迎接你们 顾飞破涕为笑 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了下来 老师 对不起 他走向前深深的鞠躬 杨教授面无表情 你没有对不起我 是我老头子自作多情 宋奇健壮立马跑过来打圆场 杨教授他也不是真的生气 他就是气这小子 竟然三年都没来看他 要不是看在这小子 三年里给他实验室投资了不少 他就把他赶走了 当然杨教授也清楚 有的项目 顾飞就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投资的 顾飞连忙将手中的盒子 放在杨教授面前 是一瓶他家老头子 珍藏了一辈子的酒 杨教授瞪了他一眼道 你怎么不等我百年之后 直接烧给老头子 到时就可以和你家老头子一起喝了 可是看着他那愧疚的眼神 还是叹了口气 无奈地伸手戳了戳顾飞的额头 你小子就是对自己太狠了 什么都藏在心里 你家里那点是我还能拦住不成 顾飞眼眶湿润 他这辈子虽然父母不亲 爱人不爱 但是他有爷爷 有杨教授疼爱他 行了 小声道 暂时没什么计划 我准备先休息一段时间 不回故事了 杨教授问道 顾飞摇摇头 不回去了 行 那你好好休息 什么时候休息好了 就来找老头子 顾飞用力地点点头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杨教授 他或许又要辜负老师的期待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杨教授拉着顾飞的手 一起走下去 大厅里已经有很多人了 杨教授和学校的领导聊天 顾飞打了声招呼 就走到窗边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下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药塞进嘴里 顾飞 你在吃什么 秦湛冷不丁的声音响起 把顾飞吓了一跳 狠狠地灌了一大口水 才把药咽下去 秦湛静静地打量着他 看他缓过气来了 才继续质问道 我问你在吃什么 他们已经快两周没见面了 从他俩认识以来 就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 秦湛不停地告诉自己 顾飞不来找他 他就绝对不会低头 要不是今天杨教授过六十大寿 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见面 他来的时候就告诫过自己 绝对不能主动去找他 可他才一进门 就看到了那道熟悉的身影 躲在角落里鬼鬼祟祟 一看就有问题 可今日一见 顾飞又瘦了整整一圈 顾飞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是不是生病 顾飞给他翻了个白眼 咱俩的关系 不是我吃什么 都要告诉你的关系的 顾飞一句话就把秦湛掖住 他心里感觉难受极了 顾飞你一定要这样说话吗 不然呢 秦总是忘了我们的关系 还要我再提醒一遍吗 难道你还要我跟分手的车友勾肩搭配哥俩好吗 秦湛觉得一进门就直奔顾飞的自己像个傻子 他这两条破腿 这双破眼睛 这张破嘴 再不听话直接捐了算了 你说得对 我就不该自作多情 秦湛怀着一肚子火气转身就走 他刚走了几步就突然回过头来 可顾飞四目相对 两人双双看到对方眼睛里的震惊 秦湛趁机落井下石道 顾飞 你偷看我 他难得搬回了一局 于是趾高气昂地走回来在顾飞对面坐下 还说你不想见我 那偷看我干嘛 顾飞被他气笑了 药物虽然把身上那股疼疼就压下去 可他的心却是有些不可控制的难受 他不想在秦湛面前丢人 站起来转身就想走 你要去哪 说不过就要躲起来吗 秦湛连忙拦住了他的屈物 秦湛 你别闹了 顾飞深呼吸一口气 他都快死了 不想和秦湛吵架 更不想还没病死就被他气死 秦湛愣愣地看着顾飞 他从未用过这种不耐烦的语气和他说话 甚至顾飞从他身边走过去 他都没有回过身 他下意识抬脚跟上去 可大厅里却是已经没有了顾飞的身影 秦湛暗到自己事多 顾飞都说了老死不相往来 他还凑什么热闹 本来今天的宴会他不知道顾飞会不会来 想着万一呢 来碰碰运气 结果人见到了 却又给他塞了一肚子火气 秦湛气得直接把礼物递了上去 准备提前离开 顾飞陪着老师切了蛋糕又喝了酒 秦湛躲在角落 怒光忍不住地放到顾飞身上 如今才短短不到两个月 他受得有些脱下 是不是生病了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看见他偷偷吃什么东西 难道顾飞是因为生病了 才要和他划清界限 生病了为什么要和他断绝关系 难道是得了什么绝症 秦湛越想越不对劲 连忙拿出手机让助理去调查 调查顾飞最近有没有去医院 分手才过去两个月 顾飞已经瘦了一大圈 秦湛越来越感觉不对劲 难道顾飞是因为生病才要和他划清界限 生病了为什么要和他断绝关系 难道是得了什么绝症 他知道自己直接过去问他肯定不会说 于是连忙拿出手机让助理去调查 调查顾飞最近有没有去医院 当他回过头时 顾飞已经和宋七走了出去 两人不知道在说什么 但顾飞脸上却是带着浅浅的笑脸 秦湛觉得牙酸 凭什么他对别人就可以笑脸相应 而每次都把他对得灰头脱领 宋七离开后 顾飞一个人站了一会儿 然后突然蹲在地上剧烈咳嗽 还捂着嘴 他记得上次在咖啡厅顾飞也是这样 于是打了声招呼后连忙往外走 然而却看到离开的宋七转身又折了口 他就是去跟杨教授说了声 准备和顾飞一起离开 杨教授虽然不太开心 但也表示理解 顾飞被踢出故事早就成了热影 也是担心他尴尬 宋七刚出来就看到顾飞蹲在地上 看起来很是痛苦的样子 嘴角还一出血丝 他慌乱地从口袋里掏出纸巾递给顾飞 然后扶着他坐在地上 缓和了好一会儿 那股疼痛劲才缓过来 顾飞擦了嘴巴上的血迹 宋七递上一瓶抿开的矿泉水 顾飞连喝了好几大口 才把嗓子里的血腥味压下去 感觉怎么样 能站起来吗 没事 顾飞笑笑 拍拍屁股自己站了起来 宋七望着他 眼睛里是止不住的心疼 他伸手扶住顾飞 想问他到底怎么了 但又觉得自己没有立场 顾飞无奈地笑了笑 金金恐怕不能请师兄吃饭了 他摊开手 露出自己衣服上的血迹 那我先送你回家 下次再约 顾飞没有拒绝 两人上了顾飞的车 陈真一直在外边等着 宋七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顾飞的脸色 苍白地可怕 你的病严重吗 需要我帮忙吗 宋七忍了又忍 还是没忍住 毕竟我们是同门师兄弟 如果老是知道我对你闻眼旁观 怕是以后都不想理我 顾飞笑了笑 没想到最后关心他的竟然是宋七 我可能 可能快要死了 顾飞声音有些迷茫 又有些释然 宋七瞳孔瞬间放大 不可置信地看着顾飞 到底什么病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癌症 医生说发现太晚 只剩不到半年了 顾飞转头拍了拍宋七的肩膀 师兄 你可是第一个知道我病情的人 可不能给我泄露出去 宋七露出一个笔窟还难看的表情 一路上 宋七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他忍不住问道 秦湛知道你生病了吗 听到秦湛的名字 顾飞心里沉闷 他摇摇头 声音苦涩 他不知道 听说你们分手了 许久 车厢里才传来顾飞低沉的声音 我们早就分手了 好聚好散吗 宋七没有说话 他清楚地知道顾飞对秦湛的感情 就是因为清楚 这些年 他才一直将自己的感情压在心里 但是现在 他不想错误 宋七看着顾飞销售的侧脸 真的没有办法吗 顾飞摇摇头 我也不想说话聊那个罪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我真的不想在人生的最后还去吃苦 宋七将人送到楼下才转身离开 刚出小区 他立刻给助理发消息 你去帮我查一个人 查查他具体什么情况 小心点 别让他察觉 你再派人给我盯着他 有任何情况都要告诉我 顾飞刚回到家就窝在自己的摇椅上 准备睡一会儿 却突然接到杨教授的电话 电话里教授大声质问 顾飞 那五十个亿是怎么回事 顾飞不太清醒地脑子回想了一下 估摸着教授大概是看到赠予的文件 他笑了笑 老师 这只是我的一点心理 您不会是嫌弃吧 电话那边顿了好一会才说 顾飞 你可想清楚了 老师 我真的不需要这笔钱 我也不想和故事再有牵扯 这点钱就当我为祖国科研做贡献了 您就成全我吧 顾飞靠在椅子上 脑袋一凸一凸地疼 但还是不做轻松道 何况这钱我可不是投给您的 我是投给实验室和科研项目 杨教授沉默片刻 你想清楚了 这钱一旦到账 我是不会还给你 老师 钱大概一个月后到账 我相信 你会把它用到最合适的地方 只是 我恐怕 不能再继续跟着您学习了 但是 他才听到杨教授的回应 小飞 不管发生了任何事 你都可以来找我 顾飞挂断电话 眼眶发热 他突然感觉有点舍不得 好久不见了 出来喝一杯 手机连续弹出好几条信息 顾飞 你又不回消息 你他马是和秦战绝交 还是准备和我们所有人绝交 劳兹做错了什么 被秦战那修钩连组 再不出来 劳兹就亲自去请你 他有一堆志同道合的朋友 只不过他的朋友 和秦战的朋友高度重合 他不想秦战知道他生病一事 所以自从生病以来 朋友们发的消息 他都一直在堂塞 确实很久没有聚在一起 或许他该找个时间 好好和他们告个别 但还是改日吧 今天他是真的没有力气 改日是哪天 宋星云那边飞快地打字 顾哥你最近都不爱搭脸 我必须问清楚才行 顾飞无奈 他身体难受的力 强撑地发了几条消息 就放下了手机 顾飞迷迷糊糊地想着 其实他也没有那么思念情战吧 他以为失去情战 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 他几乎没有时间去背春伤秋 他剩下的时间 还要用来思考 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走 他想出去旅游 需要找导游 需要查路线 他还要和顾明清合同 卖掉故事海外部分 他还要给自己买目的 找合适的骨灰盒 还有他离开后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该怎么处理 宋星渝还在继续发信息 可却是再也没有得到顾飞的恢复 而此刻 他们的另一个好兄弟陈玉年 正在陪着另一个苦瓜 秦湛 秦湛目送顾飞和宋琪一起离开后 他心里很难受 想喝酒 于是就叫了大渊种陈玉年陪他 陈玉年坐在沙发上 一个劲的给他翻白眼 喝酒顶个屁用 喝酒顾飞就能回来 关键这家伙还喝不醉 秦湛越喝眉头皱得越紧 他发誓绝对不会再主动去找顾飞 死都不去 陈玉年无语 要不是他清楚来龙去脉 还真就被他可怜兮兮的样子给欺骗了 芬林就是他自己死丫子嘴硬 秦湛已经睡死过去 陈玉年伸脚踢了踢 确保他已经没有意识了 才把手机录像关掉 等两个和好后 给老顾看 看以后啪啪打他的脸 第二天一走 秦湛刚醒来就收到了高助理的消息 高助理发现了宋琪也在查顾飞 秦湛脑子瞬间清醒 他查顾飞干什么 他是不是对顾飞图谋不顾 高助理提醒他要不要盯着宋琪 跟着宋琪查 宋琪肯定是知道了什么 反正肯定知道的比他多 秦湛心里酸溜溜的 以前顾飞有啥事 他都是第一个知道的 可现在 他却要偷摸跟着别人去查 醉酒时说的永不相见 醒来却是求着侄子带他去见顾飞 就在刚刚 秦湛察觉到了顾飞的不对劲 怀疑他是因为生病了才和自己绝交 于是让高助理去查 可等了一天对方也没有得到消息 他急了 想直接找上去质问 可又拉不下老脸 最后在得知小侄子周末约了顾飞去公园玩时 他捏着小崽子胖嘟嘟的脸颊威胁 要不带上他 就把他送国外去 小崽子嘟着嘴直接拆穿他 顾叔叔都不要你 你还死皮赖脸往上贴 秦湛被戳了一刀又一刀 最后只能无奈妥协 你顾叔叔只是不让我跟你们一起问 又没说不让我送你 小崽子在小叔叔的威逼力右下 最终还是答应了 秦湛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他可不是故意去见顾飞那个没良心的 他是为了秦景说的安全 毕竟这小崽子是他大哥唯一的血妹 也是他们秦家未来唯一的娘娘 28号 是顾飞和顾明签约的日子 两个人虽然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但是关系实在不算好 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的 50个亿 顾飞要求直接折现一次付亲 顾明为了搞到这笔钱也费了不少劲 合同要求钱要在一个月之内到账 两个人签完合同后顾飞突然问道 这件事老头子知道吗 顾明愣了愣 然后摇头 顾飞微微一笑 反正钱进了我的口袋 是不可能再还回去的 顾明点头 两人签完合同 顾飞起身就要离开 顾明却突然叫住了他 你真的不打算回故事了吗 顾飞抬头 满脸疑惑 我没有把你赶出故事的意思 你如果愿意随时可以回来 是吗 顾飞笑了 我好好地从总裁降制回来给你当副手 你施舍我呢 还是我有病 我又不是没钱 干嘛非要赚这点窝囊嘴 顾明觉得顾飞还是这么讨厌 但他对故事确实毫无私心 就是因为这样 他才愿意让他再回来 否则 他一定不择手段把他赶出公司 顾明咬牙 不是我想叫你回来 是爸爸想再给你个机会 顾飞毫不客气地拒绝 不必了 你回去告诉顾正华 我和顾家已经没有关系了 顾飞 你一定要这样吗 顾飞冷笑 顾明 你在这给我装什么好人 他们是你的父母 可不是我的父母 他们给我的一条命 我已经还清了 再说我要是你 就会想尽一切办法 把我彻底挤出故事 你别忘了 我手里还有故事20%的股份 如果我想 选途重来也不一定 顾明的脸色沉了沉 随即到 我随时欢迎你 他自认为自己并不比顾飞差 当初爷爷竟然把自己手里 所有的股份都给了顾飞 而给他的 全都是那些没用的庄园 写字楼 在故事的股份面前 都不值得一提 有一个堂堂正正竞争的机会 顾明很乐意 行了 滚吧 他在顾飞心里完全不值一提 顾明恼怒 随即转身离开 顾飞看着那道轻松一样的身影 彻底消失后 握拳咳了几声 50个亿捐给了实验室 剩下的20%的股份 他还没想好怎么处理 直接便宜不振华 他不乐意 但是如果处理不好 很可能会给集团带来重创 这也不是爷爷乐意见的情况 顾飞像眉骨头一样 靠在椅子上慢悠悠地喝完咖啡 真酷 比秦湛那个狗东西还要苦 顾飞顿时觉得自己脑子有问题 都快要死了 还跑出来喝这么难喝的玩意儿 然后他又挪到了对面的奶茶店坐下 点了一杯全糖的热壶奶茶 终于是舒坦了 今天回去得好好休息 明天还约了小崽子出门玩 他可不能突然病发 会吓到小崽子 第二天一早 陈真开车将他送到公园门口 他本来想去秦家老宅接小崽子出来 再顺便看看秦家二楼 谁知道小崽子神神秘秘地 要跟他约在公园见面 小孩子的想法总是奇奇怪怪可可爱 顾飞自然满足他 他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和小崽子再见几名 也不知道以后小崽子还会不会再想起他 要是能活着 他其实还是不想死的 不过想想也就那样 早死完死都是死 顾飞想得很明白 他给自己和小崽子 陈真都买了奶茶 小崽子站在公园大门口 又蹦又跳地朝他招手 漂亮的大眼睛里充满喜悦 他刚走上去 情景说就像个小炮弹一样朝他扑了馆 顾飞一个亮枪差点摔倒 还好被身后的陈真不动声色地扶了一本 顾飞笑着捏住他QQ弹弹的小领弹 跟着他来的那些管家和保镖就静静地站在不远处 而秦战却是躲在了角落里 盯着那又瘦了一圈的顾飞 他看到了顾飞差点摔倒 以前他可以轻松把小肉球子高高举起 可他现在瘦弱得有些心疼 他的脑子里不可抑制地出现陈真那天问他的问题 他问 秦先生 你是不是喜欢顾先生 秦战的心脏忍不住跳动 像是在为顾飞而跳 又像是在因为这句话而跳 另一边 顾飞和小崽子完全不知道秦战此刻纠结的情绪 一大一小都玩得非常开心 两人坐在椅子上休息 小崽子累得满头大汗 两人决定去吃汉堡 在站起来的一瞬间 顾飞突然脑袋一阵眩晕 他身体慌了慌 突然像一根软面条一样摔倒在地上 小崽子瞬大眼睛 整个人都吓坏了 秦战脑袋一片空白 他甚至来不及思考 整个人已经冲上去 他搂住了顾飞 两人都摔倒在了草地上 顾飞 你怎么了 秦战迫不及待地爬起来 将顾飞搂进了怀里 顾飞努力甩掉脑袋尖锐的疼痛 眼前一阵一阵地发飞 他下意识紧紧抓住秦战的时候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产生了幻觉 还是秦战真的在 他用力地支撑着想要起身 可又猝不及防摔倒在秦战怀影 秦战感受着怀中人瘦弱的身体 此刻他无比清晰地意识到 顾飞生病了 他真的生病了 走 跟我去医院 顾飞按住秦战 他几乎说不出话 生理上的疼痛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客户 小崽子吓得脸色煞白 眼眶里蓄满了泪水不敢流下来 秦战示意保镖先把小崽子带走 不去医院 你放开我 顾飞疼得浑身上下只剩下嘴硬 秦战看他似乎缓解了些许 这才慢慢把人浮起来 此时去买水的陈真回来 看到软倒的顾飞时 他连忙把药倒出来喂给顾飞 这是什么药 秦战搂着顾飞抬头盯着陈真 眼神充满压迫感 陈真低头 他不敢说 别吵了 吵得人脑子疼 顾飞喘着粗气扯着他的衣领坐直身体 秦战伸手轻轻一拉 就重新把眼前的青年拉到自己怀里 你放开我 顾飞挣扎着要坐起来 这么多年咱俩什么事没干过 现在靠一下都不愿意 秦战酸溜溜道 除非你告诉我你怎么了 顾飞无法反驳也无力反抗 任命般靠在了他的怀里 他转移话题道 你怎么在这儿 秦战被问得心虚 借口说是来找乐乐的 那你去找乐乐 赶紧放开我 两个大男人搂搂抱抱像什么样子 顾飞气急败坏 我不 秦战看着顾飞苍白的脸色 以及额头冒出来的冷汗 他忍不住软声道 我不跟你吵 但你必须告诉我你怎么 顾飞被他气笑 秦战 关你屁事 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咱俩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顾叔叔 小孩子清脆的声音传来 乐乐挣脱了保镖跑回来 他挤开秦战直接钻进了顾飞怀里 顾叔叔 你怎么样了 摔得疼不疼呀 他委屈地告状 小叔叔坏 要让我离开 叔叔没事 乐乐别怕 顾飞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之前秦家二老不在的时候 小崽子一直是跟着顾飞和秦战住一起 所以在他的记忆里 顾飞是和秦战同样重要的人 甚至比起臭脾气的秦战 他更喜欢对他特别好的顾飞 顾叔叔 你可不可以搬回来 我们一起住呀 乐乐好想你 小崽子软乎乎的 顾飞的心也跟着软了 他捏捏他的小脸蛋 我们可以每天打电话呀 还能视频 顾飞无情地拒绝 他已经没有时间继续陪着小崽子 小崽子眼眶里又蓄满眼泪了 好了别哭了 你顾叔叔还难受着呢 以后你多去看看顾叔叔就好了 秦战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瓜子安慰的 他觉得这个要求顾飞不会拒绝的 顾飞倒是想拒绝的 但他看着小崽子满眼的关心和眼泪 还是忍不住心软 小崽子很快被哄好了 顾飞任由他搂着 窝在顾飞怀里 伴上后 小崽子就沉沉地睡着了 顾飞用胳膊肘子戳秦战 你快把他抱起来 秦战看着他 你不是没病吗 你抱不动吗 顾飞给他翻了个大白眼 气得咳了两声 秦战连忙弯腰将小崽子提了起来 然后把他交给保镖先带回去 顾飞站了起来 秦战既然乐乐走吧 那我也先回去了 秦战一把拉住他 话都没说清楚你就想走 秦战看到顾飞在自己面前晕倒 吓得魂都要飞了 现在他却像个没事人一样要走 还说他们已经分手 希望他别多管闲事 秦战连忙将人拉住 就算咱俩闹掰了 也有二十几年的情意在 更何况 我后悔了 秦战不想承认自己先低头 但话却已经脱口而出了 顾飞 我们和好吧 如果你是因为顾冥才跟我绝交 那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见他了 秦战稳缺 就算他真的喜欢过顾冥 但他也从来没有打算抛弃他的好兄弟 而顾飞却因为顾冥要抛弃他 听着秦战的表白 顾飞心里没有触动是不可能的 但他却觉得心口直抽疼 这种感觉就像发病的时候一样 浑身的力气都要被吸走 我不是因为顾冥 你别纠结了 秦战的眼神亮起 心底的喜悦感无法控制 他现在就像一只小狗一样 等待着主人的安抚 顾飞不忍看他 他害怕自己会心怨 我就是觉得我们这种关系 结束了就不该再见面 得偿所愿 听着顾飞像是告别的话 秦战下意识地抓紧了顾飞的手腕 当他对上顾飞冷静的眼神时 他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刀腕了一样的 顾飞像是完全没把他放在心上了一样 行了 是男人就好聚好散吧 顾飞看得出秦战真的对他不舍 他心里知足了 从小他的父母永远选择的都是顾冥向着顾冥 当初他得知秦战喜欢顾冥的时候 真的很难过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就连朝夕相处的秦战也选择顾冥 难道他真的不如顾冥吗 还好后来他也得到 虽然是短暂的 如今他心中最重要的人亲口告诉他 他选择的是他顾飞而不是顾冥 这样就够了 顾飞推开秦战的手 我先回了 以后让乐乐自己来就好了 他说完转身大步离开 好什么好 哪里好了 秦战骤然惊醒 他连忙冲上前 一把抓住顾飞的胳膊 顾飞被拉得一个踉枪 他不懂 像秦战这样骄傲的人 被他博了面子 还愿意一次次回头来找他 他想 这二十几年的相处 他应该永远在秦战心底留下一些痕迹了 但是他又有几分疲惫 不想面对秦战的疲惫 他害怕自己一个人面对死了 万一哪天忍不住了 把秦战拖下手 他更害怕自己临死之际再次被人抛弃 现在只有安静地离开 才是最好的选择 秦战 你别闹了 顾飞无奈道 你闭嘴 秦战咬牙切齿 哪里好了 我什么时候同意我们绝交了 更何况你还没交代你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昏倒 你是不是得病了 不想告诉我 才跟我绝交 顾飞心里一颤 是有这么点原因 当初他刚得知自己生病的时候 最想要告诉的人就是秦战 他希望秦战能陪他 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 能帮他一起分担压力和痛 那时候 顾飞觉得 秦战就是他唯一的支撑 只是可笑的事 刚好在那天收到了他的分手短信 后来他又想 好像没有必要让秦战知道 他又不爱他 让他知道后 他会愧疚 会难过 他不需要他的愧疚和责任性 不需要他的施舍 他顾飞有的是钱 去最好的医院 请最好的护工 他秦战能做的 无疑不可代替 所以他想开后 就决定自己独自面对死亡这件事 如今看着秦战担忧的眼神 他扑斥一声笑了 秦战 老子就是想跟你绝交 你有必要诅咒我吗 我还想长命百岁呢 那你为什么会突然昏倒 秦战盯着顾飞冷不定问道 顾飞猛了 按照秦战的智商 这时候不该和他吵架吗 竟然还有功夫关心他为什么昏倒 滴血糖行不行 顾飞胡乱倒 然后用力甩开他的手 滴血糖还会让人变瘦 他扒拉着顾飞一脸认真的打了他 秦战今天聪明得不得了 顾飞一点也不敢动 他感觉自己像一只动物园的猴 在大庭广众之下被秦战一根根拔毛 顾飞咬牙切齿 秦战 你够了 两个大男人在公园里拉拉扯扯 像什么样子 你别逼我动手 那你说实话 我减肥不行吗 顾飞质问 秦战露出一个你傻还是我傻的表情 我看见你就倒胃口 吃不下饭瘦了行不行 爱信不信 不信滚 秦战上前刚拉住顾飞 手机响了 是家里管家的电话 老管家焦急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先生 老夫人突然昏倒了 现在正在送往医院 我马上过去 秦战挂断电话 声音里带着不自觉的惶恐和依赖 奶奶晕倒了 我得赶紧去医院 顾飞听爸拉着他就走 医院里 奶奶还在做检查 秦爷爷和管家坐在外边椅子上 秦战身体一轮 顾飞赶忙扶住他 他和秦战从小一起长大 秦家爷爷奶奶和他感情一样深厚 他小时候的记忆里 除了爷爷 最近亲的长辈就是秦家爷爷奶奶 尤其是秦奶奶 给了他没有人能替代的温暖和关爱 听到他进医院了 顾飞的着急担心不比秦战手 老夫人意外从楼梯上摔下来 正在做检查 老管家赶忙说了一下具体情况 今天先生和小少爷都出去 秦老先生也去和朋友下棋 老夫人想把楼上卧室里的一盆花 抱到外边花园里来晒晒太阳 没想到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踩空 直接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还好摔倒的时候只剩下四五层台阶 只是老夫人年纪大了 当场就昏迷了过去 秦老先生一脸自责 都怪我 平时去哪都和你奶奶一起 偏偏今天自己一个人出去溜达 把她给留下 都是我的错 老先生和老太太一辈子互相扶持 秦老先生都不敢想 万一老伴出了什么事 他该怎么办 顾飞走过来拉住秦爷爷的手 秦爷爷 您别自责 奶奶的情况还不知道 何况接下来奶奶还需要您照顾 您可不能先自己到夺 秦站也走过来 握住秦老爷子的手 我们安心等医生的检查结果 您先别急 医院是秦家旗下的私人医院 自家的医院一切都自家人优先 奶奶的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问题不大 只有轻微的脑震荡和鼓励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但是总归是上了年纪了 以后要多多注意 三个人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奶奶被推到普通病房里 直到晚上都没有醒 老爷子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守着 秦站在另一边坐下 他无措地抬头看向身后 顾飞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问道 你和爷爷吃点什么 我让人去买 看到顾飞还在身后 秦站的心才踏实一些 看他们都不说话 顾飞抽身就准备离开 秦站一把拉住他 你要走了 顾飞看着他 愣了愣 就算你不吃 爷爷受不了 我去随便买点 秦站红着眼眶 顾飞 陪陪我 他满眼哀求 好 顾飞握住他的手 我很快就回来 顾飞出来后吩咐人去买饭 他自己去开水房 接了一杯水 把药吃了下去 秦站听到脚步声 抬起头 眼神瞬间超亮 像是抓住了救命到早饭 顾飞回避着他的眼神 他真受不了秦站这眼神了 好像他很重要一样 他应该一点也不重要 他应该悄悄离开才对的 顾飞走过来挨着秦站坐下 他想 等奶奶一醒 他就离开 秦站挪动身体和顾飞紧紧靠在一起 现在他才发现 顾飞真的瘦了 他已经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秦站抓住他的手 他想质问顾飞到底怎么了 但他知道 顾飞是不会告诉他 无论他问多少遍都不会 既然这样 那他也只能自己去查了 奶奶是后半夜醒的 逼生重新检查一番后换了药 秦奶奶还有点头晕 但是精神还不错 看着守着自己的老头子和两个乖孙 老太感觉很欣慰 本来是让他们都回去休息的 可老头子却是紧紧拉着老太太的手不肯走 天知道当他得知老爸从楼梯上摔下去时 他是个什么星期 相伴六十余仔 他们早已是彼此生命中不可剔除的一部分 见老头子固执地要陪他 他们便也没有再说拒绝的话 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们应该有很多话要说吧 两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转身起来离开 此刻已经到了凌晨 秦站叫了一辆网约车 车子过来的时候他问道 今晚你回老宅吗 秦站说完似乎是害怕顾飞拒绝 又赶忙补充道 小崽子很想你 顾飞轻咳一声 不了 你先回吧 我也叫了车 秦站没有说话 转身上了车 顾飞张了张嘴 最终却什么也没有说 五分钟后他也上了车 或许是白天累着了 晚上身体很难受 他几乎一整晚都没有睡着 等他睡着的时候天都快亮了 第二天一大早 秦站将小崽子送到幼儿园后就来了医院 医院里没有看到顾飞的声音 爷爷和奶奶都还在睡觉 护工尽心尽责陪护在旁边 秦站小声问护工顾飞有没有奶 护工却是摇摇头 秦站张了张嘴 没有再继续问 顾飞是中午才过来的 他好不容易才睡着 一直睡到早上十点多才醒 他来的时候爷爷奶奶都醒 秦站一脸不高兴地坐在旁边 看到顾飞进来 秦站抬起头 我还以为你不过来了呢 顾飞没有搭理他 走到另一边坐下 秦奶奶被几个小杯念叨 心里暖暖的 秦奶奶紧紧握着顾飞的手 笑眯眯地和他说话 问顾飞最近怎么样 顾家的事 整个人是人尽皆知 大家一直在猜测顾飞什么时候卷土重来 没想到一个多月过去 依旧悄无声息 顾飞整个人好像从事蒸发了一样 顾飞没有多说 只是让奶奶别担心 他一定会好好地走完人生这最后一程 奶奶对他很好 只是他不能再陪着他 顾飞眼眶温热 他小声道 奶奶 对不起 我最近没有办法一直在医院陪着你 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再加上这两天没有休息好 这样再继续在医院待下去 迟早会被发现 秦奶奶哭笑不得 你们年轻人也都有自己的生活 哪里需要一直陪着我 何况还有老头子陪着我们不是 即便八十多岁 提起爷爷 奶奶依旧是一脸幸福 顾飞很羡慕 他从小就是孤单的 做梦都希望有一人能陪他从始到终 如果那个人是秦战 那就更好了 下午的时候 他们陪着奶奶又做了一些检查 秦战跟在他身边寸步不离 两人在爷爷奶奶面前还能维持虚假的和平 一到没人的时候 秦战就不停地问他是不是生病 又在偷吃什么 奈何顾飞跟个火摇筒 完全没给他好脸色 三点多的时候 秦战被奶奶赶回了公司 这糟心玩意儿看着是陪他 实际上却是垂头丧气 再留着他都能把医院瞪出窟窿 秦战刚回来就逮住高助理问 问他有没有结果 高助理摇筒 但能确定顾飞肯定去过医院 而且去的还是高新寺院 秦战皱眉 高新医院的骨科和血液病都排在全国前时 最好的是骨科 宋气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高助理摇头 目前没什么进展 公立医院的保密性很强 不好调查 能查到顾飞去的哪家医院 还是跟着宋总的人查到的 而且我们的人好像已经被宋总发现了 秦战眯眼观察着高助理 说好的总裁助理无所不能 到他这里怎么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 而且 宋气为什么会调查顾飞 他俩关系很好吗 他记得上大学那会儿 秦战咬牙切齿命令高助理 你给我找人死死盯着宋气 有什么风吹草动立马通知我 秦战终于查到了顾飞去过医院 去的还是高新寺院 关键是宋气也在调查顾飞 他不懂宋气安的是什么心 但绝对有猫腻 上大学那会儿 宋气就是顾飞的师兄 俩人整天泡在实验室里 有一次他生日顾飞都没来庆祝 虽然第二天给了他满意的补偿 但这家伙在这个时候出现 一定是知道了他和顾飞闹白了 想趁虚而入 秦战咬牙切齿命令高助理 给我找人死死盯着他 有什么风吹草动立马通知我 秦奶奶住院后 小崽子一直吵闹着要太爷爷太奶奶 今天秦战终于妥协 打算带他去医院 他高兴地多吃了两碗饭 以前家里有小叔叔和顾叔叔陪着他 太爷爷太奶奶也经常回来带他出去玩 但是最近 顾叔叔不来了 太爷爷太奶奶也不回家 小崽子感觉好孤单 不过 今天终于可以见到太爷爷太奶奶 吃完饭 小崽子兴冲冲地背上了小书包 可临近出门 秦战却突然接到了公司的电话 他需要立刻去处理 小崽子抬起头 漂亮的大眼睛瞬间蓄了泪水 看起来难过极了 秦战本来还打算说先带他去公司 忙忙地再带他去看奶奶 但看着泪眼汪汪的小崽子 还是有点于心不忍 他想了想 要不让顾叔叔带你去 小崽子眼睛突然亮了 乖巧地点头 秦战一个语音电话打过去 打不通 他被顾飞拉飞了 小崽子歪头疑惑地看着他 秦战咬牙 熟练地输入顾飞的手机号 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充满了慵懒和疲惫 虽然不想答应 但听到小崽子软软诺诺的声音 还是不忍拒绝 小崽子见顾飞答应后 自己乖巧地回到客厅 在沙发上坐下等着顾飞 秦战下午才忙完 他赶到医院的时候 还没进门就听到了里边的欢声笑语 小崽子清脆的声音 像铃铛一样在病房里想来想去 此时他生命中 所有重要的人都在这间病房里 疲惫一扫而空 秦战推开门走进来 奶奶笑眯眯地坐在病床上 爷爷紧握着他的手坐在病床旁边 秦战朔在鸡里咕噜的 不知道唱什么儿歌 一边唱一边还蹦蹦跳跳 像一只欢快的小兔子 顾飞慵懒地坐在沙发上 微眯着眼睛晒着太阳 看起来心情不错 小崽子看到秦战 一转身就跑过来抱住了小叔叔 秦战摸摸他的小脑袋 问他唱什么呢 小崽子一脸骄傲 我在唱歌 今天幼儿园老师教的 顾叔叔和太爷爷太奶奶 都觉得我唱得特别好听 那你可真棒 小崽子更开心了 眼睛笑成两个小月牙 秦战走过来 在沙发另一边坐下 他看着顾飞疑惑道 你不晒吗 还好 自从知道自己得病后 他就喜欢上了被阳光晒着的感觉 全身都暖洋洋的 像是被什么包围着 这样的感觉很舒服 他很喜欢 而且今天不仅有阳光 还有微风从窗户吹进来 更加惬意 秦战不理解 但他也不敢多说 害怕顾飞一个不高兴就翻脸 他轻轻地挪到了沙发的另一角 四个大人一起看小崽子卖力表演 小崽子兴冲冲把这个周在幼儿园学的 所有歌都唱了个遍 又把幼儿园的所有趣事都说了一遍 才终于感觉到累了 于是跑到顾飞跟前坐下 跟他一起晒太阳 顾飞把软乎乎的小幼崽摟到自己怀中 这个下午很惬意 晚上 秦战带小崽子回家 顾飞往另一边 两人刚好相反 小崽子一一不舍 抱住顾飞的脖子 顾飞保证了下周还来看看 这才恋恋不舍地放开顾飞 在小孩子的世界里 每一次分别都显得很伤心 和顾飞分开的小崽子为米不振 像是被人抢走了糖果 秦战看着他的小模样 有点心疼 又有点好笑 一个礼拜后 奶奶终于在医院待不住 强烈要求出院 奶奶出院那天 顾飞和秦战都在 秦战打量着顾飞 短短一个周 他怎么觉得顾飞的状态一天不如一天 如果再查不到他到底怎么 秦战觉得自己要绑着他去医院做检查了 顾飞被看得心虚 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奶奶回家的日子 刚好是小崽子的生日 顾飞已经和小崽子约好了 等了过完五岁生日 成为一个五岁的大朋友的时候 他就要出一趟远门 可能好久都见不到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天天的虚弱 趁着现在还能行动 他想出去转转 看看世界 房车买好了 各种医疗器械和药都准备好了 司机和导游正在联系 他准备下月一号就出发 懂事的小崽子虽然听得泪眼汪汪 虽然他不知道顾叔叔是身患绝症 但是他知道顾叔叔是大人 大人就会很忙 私底下 两人拉勾勾商量好这件事 小崽仔答应会好好学习 好好吃饭 快点长大 顾飞心疼极了 但他如果继续留在这里 只会逐渐暴露自己已经得病了的事情 他会一天天变得虚弱 直到最后死掉 顾飞将带在自己脖子上的吊坠摘下来 带在琴锦说脖子上 这是顾叔叔送给你的生日礼 顾叔叔祝我们乐乐永远开心 永远快乐 这枚吊坠是勤战年少时 亲手在大慈恩四位顾飞求了 已经陪了他整整十年了 那时候他真以为他们会一直在一起 可惜已经误事人非 他已经不需要了 他将这枚最珍贵的吊坠赠予乐乐 希望可以保佑乐乐一生平安顺遂 乐乐很喜欢 乐乐胖嘟嘟的小手紧紧握住吊坠 然后将他塞到衣服里面去 这是顾叔叔给他的 绝对不能被小叔叔抢走 顾飞小声说道 刚刚我们说的话都是乐乐和叔叔两个人的小秘密 我们不告诉其他人好不好 乐乐抬起头 漂亮的大眼睛一脸纯真 小叔叔也不可以告诉你 顾飞摇头 不可以 乐乐知道了 乐乐绝对不会告诉别人 两人拉勾勾 在小朋友的世界里 拉勾勾已经是一项非常郑重的承诺 人回到生日会上 乐乐穿着白色的小西装 漂亮精致地像个小王子 只可惜 他看不到乐乐一天天长大 顾飞刚走进来就被人拦住了 宋星渝和陈玉年一左一右地调侃着他 这是谁啊 是我们的大顾总 顾总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出现在这 电话不接 喝酒不喝 不知道顾总还认不认诺 陈玉年和宋星渝一人一句互相捧 顾飞完全差不进化 他无奈站在原地 任由两人把他奚落一顿 顾飞见他们说得差不多了 连忙拿出一辆蓝博金尼文宁奥的钥匙 在宋星渝面前晃了晃 就当今年的生日礼物送给宋少赔罪了 他一直把宋星渝看成自己的弟弟一样 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处理得差不多了 但是今天一看到宋星渝 突然想到他车库里还有一辆车 用来送给宋星渝刚刚好 宋星渝文言立刻被收买了 这才勉强地放过了他 可转过头才注意到 顾飞像是瘦了一大圈 他疑惑道 顾哥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是因为和情歌绝交了吗 陈玉年一脚踹在了他屁股上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顾飞无奈 就是夏天热的吃不下饭 全当减肥了 宋星渝很好唬 但陈玉年却皱着眉看着顾飞 你真没事吗 顾飞给他翻了个白眼 你们都盼着我有事啊 中气十足 演技过关 陈玉年道 那今天结束了我们好好聚一聚 顾飞想了想 今天自己的状态还行 于是点点头 一会乐乐的生日会结束后 我们几个聚一聚 听到聚会 宋星渝心满意足了 顾飞带着小崽子去找情老爷子和情老夫人 陈玉年和宋星渝去找情战 宋星渝好奇地问 秦哥 你和顾哥还没和好吗 情战一秒变脸 宋星渝继续好奇 你们到底怎么闹掰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俩人都不知道情战之前暗恋不顾名 更不知道情战发信息的事 只是单纯好奇 秦战想的那几天自己干的蠢事 就忍不住想生气 陈玉年也好奇 他旁敲侧击问了秦战好几次 秦战一直不说 他更好奇了 于是两张脸就静静地盯着秦战 发现了发现了 顾飞的病终于被发现了 就在刚刚 顾飞来参加小崽崽的生日宴会 本来还打算结束后和朋友们聚一聚 没想到时隔一个月再次遇到顾名父子 众人的目光顿时都落到了这一家三口身上 毕竟过去两个月顾氏一直都是话题中心 自从顾正华宣布顾名作为继承人后 这几个月再也没有看到顾飞出现 吃瓜群众们都好奇 这一家子会擦出什么火药味 从顾飞离开顾氏 顾正华也是第一次看见顾飞 他下意识去打烂顾飞 忍不住皱眉 顾飞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你去干什么了 顾飞笑了 去工地搬砖了呗 反正在顾正华心中 做什么都是错的 估计这会儿心里正琢磨着 丢人现眼 于是忍了诱人 才把他拉到旁边的小休息室里 顾飞对他们父子俩没什么可说的 给两人倒了杯茶后 自己拿着杯子坐到椅子上看他们表演 顾正华质问 顾飞 你是真的不准备回故事 顾名坐在旁边没有说话 看来他这两个月的表现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 顾飞像眉骨头一样摊在椅子里 他慢悠悠地喝了一口热茶 才失笑一声问道 我回故事干什么 你别忘了你也辛苦 顾正华没好气 既然我也辛苦 那故事怎么不交给我 顾飞看着他 嘴角微微勾起 眼底却没有一丝笑意 顾正华看着这个不服管教的儿子 他似乎在嘲笑他这个父亲的偏心 顾正华道 你弟弟更适合当总裁 你可以好好辅佐他 更何况你们都是兄弟 顾是不都是你们两个的 顾正华心里自然更偏向顾名 顾名是他亲手带大的 更是一手调教的继承人 顾飞则野蛮生长 他自然更放心顾名 何况作为集团负责人 顾名的观念更得顾正华的心 是吗 顾飞笑了 既然都是兄弟 为何不能他辅佐我 难道在你顾懂心里 我是什么狠贱的人吗 只配起别人当垫脚石 顾正华被他一句话噎的鼻孔之冒烟 我把顾是海外分部交给你 不是让你在家躺着和我作对 你要不就把海外分部还回来 要不就乖乖滚回来上班 回去 回去给人嘲笑吗 顾飞吃笑一声 我像丧家之犬一样被赶出顾是 现在又叫我自己舔着脸回去 你当我顾飞不要面子的吗 顾名抬起头看着这父子俩 其实他很羡慕 羡慕顾飞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和顾正华吵架 可以不在乎父亲的看义 但他心里却很忐忑 要是父亲得知他从顾飞手中收购了顾是海外分部 会是个什么反应 顾是分部 顾飞摊开手 我恐怕也无法还给顾懂了 毕竟现在顾是海外的所有股权 都在你心心念念的继承人手中 你什么意思 顾正华问着顾飞 却转头看向站在一边的顾名 顾名尬住了 大哥五十亿将海外分公司卖给了 顾正华瞪大眼睛一脸不可置信 顾飞摊手一笑 行了 别装了 你现在心里很高兴吧 以后顾氏就完完全全属于你家太子爷 能不开心吗 顾氏走到顾名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门刚打开 身后就传来了顾正华气急败坏和杯子砸落的声音 顾飞刚迈出大门 迎面就撞上了秦战 看着秦战着急忙慌的模样 顾飞的心像是被什么揪了一下 秦战围着他看了一圈 发现顾飞没有受伤 这才放心地和顾正华父子俩打了声招呼 然后就拉着顾飞往外走 刚出来 顾飞一把就甩开秦战的手 然后冷笑道 怎么 害怕我伤害了你的白月光 秦战一把抓住他 顾飞 你讲点良心 我是为了谁 我是因为担心你才冲进去的 或许我以前喜欢过顾名 但是现在 我已经不喜欢他了 顾飞看着秦战 下意识眨了眨眼 是吗 那你喜欢谁 顾飞自嘲一笑 问这个干什么 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你要有那经历 还是去关心关心别人吧 顾飞说完转身就走 顾飞 你一定要这样吗 秦战的声音有点高 陆续有人朝着他们这边看过来 顾飞头也不回地快速离开 他可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 成为一只被关上的后 秦战心里气得厉厉 双腿却不受控制朝着顾飞追了过去 顾飞 你又在生什么气 我今天可没惹你 才一把拉住顾飞 你不能因为我放过准 你就 秦战一米八几的大高格 此刻委屈得像一只被抛弃的狗 可被抛弃的明明是他 顾飞眼眶微微泛红 他都放弃了 他都要死了 秦战为什么还要来招惹他 为什么还要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 让他误会 顾飞眼睛瞪着秦战 眼底全是愤怒和拒绝 秦战的心在被一叨叨的隔 他嘴唇动了动 倔强地说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只是有点担心你 顾飞冷笑 你是我什么人 你有什么资格担心我 你滚 不要再来招惹我了 顾飞想让他闭嘴 他真的不想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还纠结在这种情情哀哀的事情上 他现在只想安静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他已经没有力气再来应付秦战了 我不答应 秦战一把拉住顾飞的时候 他大声道 顾飞 我不同意 顾飞被气笑了 你要和我结束关系的时候 你问过我同意了吗 你知不知道那天我 我查出了绝症 顾飞满腔的怒气戛然而止 他更委屈了 三年的相处 他真的以为可以和秦战过一辈子 可是 转瞬间他就被抛弃了 他秦战凭什么 凭什么喜欢顾飞的时候就一脚踢开他 现在嘴巴一张一和一句不喜欢了 就要继续来打扰他临死前的安静日子 他凭什么 秦战看着顾飞 他看到了他眼角盈盈的泪光 他的脑子一片空白 不自觉地伸手想要替顾飞擦去眼角的湿润 脑子里突然出现几个字 秦先生 你是不是喜欢顾先生 秦战不是傻 他只是倔 但他现在确认了 他是真的喜欢上了顾飞 喜欢上了他兄弟 他想和顾飞在一起 你这煞笔踏马的在做什么 顾飞一把拍飞了秦战伸过来的手 却因为情绪太激动 喉尖一股血腥味瞬间就冲了上来 鲜血不受控制地喷了秦战一脸 秦战呆住了 他下意识伸出手拉住顾飞 却因为惯性 和他一起摔倒在了地上 更新了更新了 顾飞在秦战面前喷血后 被送进了急救室 秦战坐在门口愣愣地 看着满手的鲜红 高助理得知后 很快就赶到了医院 当看到失魂落魄的秦战 坐在那发呆时 还是于心不忍地 递上了顾飞的病名 白血病 秦战猛地抬起头 一脸不可知心地看着高助理 这份病例是他在顾飞 报的一个旅行团里拿到的 旅行团不敢随意接单 所以把他的病例留下做调查 秦战脑袋猛地厉害 白血病 晚期 他攥紧那张薄薄的四肢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他是什么都不敢相信顾飞就要死 秦战正发呆时 顾家父子俩急匆匆赶到 他们俩吵完架出来时 正好看到秦战把顾飞 抱上救护车的背影 结果走过去就发现了 地上的一滩血迹 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 所以就开车跟了上来 顾明赶忙问 秦哥 我哥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秦战抬起头 虽然他面无表情 但眼眶却红得像是要低系 你们不知道吗 秦战拖着沉重的声音问道 你们是他的亲人 你们特马的都不知道 顾明被吼得乱了 难道顾飞真的出事了 顾飞到底怎么了 顾正华皱眉看向秦战 秦战转过头直直地瞪着他 心中的怒意更甚 高助理看秦战的情绪不太对 连忙跑过去拦在了两人中间 还是等医生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秦战痴笑一声 像一头失去理智的狮子 你们还是滚吧 顾飞不想看见你们 他醒来了也不想看见你们 顾正华的脸色更加难看 被一个小贝这样指着鼻子吗 没有哪个上位者能接受 秦战 你别太过分 过分 要不是看他是顾飞的长辈 秦战早就上去坐他 直到小护士跑出来提醒安静时 双方才僵直住 秦战说不出自己什么心情 感觉像是憋着什么 无处宣泄的情绪像大山一样压在他心口 他早该知道的 半个月前顾飞就说得不成样子 当时他就应该硬绑着他去医院 特马的有什么好调查的 直接绑来不就好 他还跟他说结束的话 他真是个白痴 秦战恨自己迟钝 恨自己和顾飞说狠话 他甚至不敢想象 如果有一天 他身边没有了顾飞 他该怎么活 秦战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心 他喜欢他 非他不可 他转身看向不远处的顾名 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喜欢上顾名 怎么会在那青春期的梦中与顾名缠绵 他们明明不熟啊 此刻眼前男人的身影和他梦中的少年逐渐重合 相似却又不太像 他一直固执地觉得自己和顾飞只是兄弟关系 不会产生任何情愫 可当他们发生关系后 却维持了整整三年 或许在少年时 他就对顾飞动了心思 只是他倔强地不肯承认 所以将所有的感情全都转移到顾名身上 秦战抹了一把脸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好像真的有点渣 他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回忆着和顾飞的过往 从他有记忆开始 到现在已经快三十年了 所以他不会让顾飞离开的 绝对不会 哪怕和阎王爷抢人 他也要试一试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手术室的门终于被打开 秦战亮腔地站起来冲上前 病员陷入重度昏迷 需要送到ICU病房 我儿子他得了什么病 顾正华的声音有些颤抖 他好像真的意识到 顾飞生病了 而且很严重 不然不会进去这么久 医生冷静到 白血病 晚期 病员情况很不乐观 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顾飞闭着眼睛 带着氧气罩被护士推走 三人赶忙在后面跟上 病床转到血液科的ICU病房 家属只能隔着玻璃 看里边的情况 顾飞他 时间不多了 或许三个月 或许挺不过这个月了 几个大男人都愣在了原地 原来 顾飞已经这么严重了 秦战贴着玻璃 目不转睛看着病床上的人 顾飞 快点醒来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我喜欢你 当顾飞醒来 已是三天之后 他努力睁开疲惫的眼皮 而入眼看到的便是 那个熟悉到华城辉都认识的人 秦战 顾飞有点看不清人影 却依旧能看到那道影子 胡乱忙碌的样子 像是有些不知所措 顾飞心想 还是让他知道了 没过一会医生就来了 一起进来的还有顾正华 顾飞心里有些吃惊 不过转头又有点无奈 他要死要活保守着的秘密 还是被人知道了 有点尴尬 他应该能再藏得更好些才对 他的眼前才刚清明 就看到秦战红着眼睛 推开所有人凑到他面前 他就是不想看到这种场景 才选择藏起来 顾飞叹息一声 让秦战扶他坐起来 靠在了床头 你们都知道了吧 白血病 两个月前在高薪医院 诊断出来 两个月前 秦战瞳孔周大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对面的顾正华 同样脸色变得不太好 两个月前 幼子回国 他逼迫长子离开故事 原来他本就没想过 要争夺公司 顾正华感觉自己的脸 被狠狠抽了一巴掌 医生离开后 秦战给顾飞喂水 顾飞给他翻了个白眼 最后还是被迫着 喝了一小口 助理把小米粥送了进来 秦战还想喂 他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顾飞伸手把人推开 我自己能喝 他只是有点疲惫 又不是缺胳膊断手 秦战不想在这种小事情上 和顾飞吵架 于是乖巧地 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 静静地看着顾飞喝粥 可他是越看越气又心疼 气他生病了不告诉他 气他生病了不去医院 心疼他生病了独自一人扛着 更后悔自己没有早点 看清楚自己的心 还好 还有时间 顾飞喝着粥 感觉自己像是在被一只大狗看着 他放下勺子问道 你也想喝呀 秦战摇摇头 你多吃点 顾飞被他炙热的眼光 看得浑身掉鸡皮疙瘩 好像他是个什么珍宝一样 秦战见他吃完 连忙帮着收拾起来 然后问他要不要上厕所 要不要喝水 要不要躺下 顾飞无语 我是病了 又不是残了 你没事就回去上班吧 等会陈真就过来 秦战抬起头 陈真是你请的护工 顾飞冷笑 是我小男友 秦总不记得了吗 秦战挠头尬笑 对时想起自己干的那些蠢事 他只是和陈真那小伙子聊了几句 又没有做什么心虚事 陈真哪能照顾好你 我亲自来照顾 秦战很认真地说着 难道你比人家专业的还专业 秦战不管 坐在那里不愿意挪动半分 他有一点委屈道 顾飞 你生病了都不告诉我 为什么要告诉你 让你像现在这样同情我吗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话吗 秦战站起来故作生气道 顾飞没有说话 用表情表明了不想搭理他 秦战知道顾飞这家伙 觉得跟头驴一样 于是深吸了一口气 挤出一抹笑 重新坐下又靠近了鞋 顾飞冷笑 我说错了吗 他最不想要的就是秦战的同情 那样会让他觉得自己是个笑话 说他倔强也好 死要面子也好 怎样都行 他就是不想让秦战知道他的病 把他视为责任 他又不是没钱 秦战能做到的 钱都能解决 秦战看着他 眼神坚定 顾飞 你给我听好了 我就说一遍 我对你不是同情 我对你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 是二十年的兄弟情 是我对你的 爱慕 秦战耳根发疼 他从未这样真实地向一个人表白过 此刻实在不是一个好时间 也不是一个好机会 但是 他迫不及待想要说出口 想要告诉顾飞 想要让顾飞知道 我喜欢你 顾飞猛地抬起头 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人 秦战被心爱的人盯着 满脸赤红 平时厚脸皮的他 此刻恨不得把自己拨起来 片刻后 顾飞突然吃笑一声 秦战 你有病吗 你脑子坏了吗 他嘴上是嘲笑 心跳却似像肌骨一样 他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说喜欢他 他怎么可以在他快要离开的时候 说喜欢他 面对秦战的深情表白 顾飞心中很是酸涩 他不愿意让秦战知道自己的病 就是不想在生命最后的关头 还要带着痛苦和不甘离开 他不允许秦战随随便便说喜欢这件事 秦战想到顾飞之前就是这样 拒绝他的靠近 质问他是他的什么人 秦战感觉心里传来一阵刺痛感 他不知道顾飞是不是还在以为自己喜欢顾女 他在气他的背叛 憎恨他的抛弃 他一把抓住顾飞的手紧紧按在自己心口 他发誓再也不会离开他 顾飞愣了愣 猛地用力抽回手 然后就是剧烈地咳嗽 看到顾飞咳嗽 秦战立刻不敢跟他吵架 还说都是自己的错 让他别激动 顾飞咬着牙 看着眼前卑微的秦战 就算你喜欢我 我就要接受吗 你说不喜欢 你就走 说喜欢 你就要我接受你 凭什么 你走吧 顾飞无力地闭上眼睛 他真的病得很严重 身体内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 他已经没有了精力在应付秦战 秦战心里难受 但看到病床上一脸苍白的顾飞 他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顾飞不喜欢他 怎么可能 他好像未曾想过这件事 他们的开始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默认 可顾飞若是不喜欢他 那么为什么那三年 他会愿意和自己私混在一起 难道真的是为了那三个亿 当初他以为是自己喝醉了伤害了他 事后愿意给他投资三个亿作为补偿 可三个亿对于顾少来说 算钱吗 秦战感觉自己的脑子此刻无比清醒 他甚至在飞快地回忆着三年的点点滴滴 爱与不爱都藏在细节里 他坚信顾飞一定喜欢他 他或许是不想拖累他 所以故意说狠话 他要是再被气走那就是真的傻 秦战坐回旁边椅子上 语气逐渐变得平稳 顾飞不管你喜不喜欢我 我都喜欢你 我总有追求你的权利吧 闭旁闭着眼睛的顾飞忽然打了个哆嗦 他被秦战的说辞给整猛了 这是要跟他耍无赖呢 爱走不走 他无话可说了 直接用被子盖住脑袋睡觉 改而片刻后 秦战一脸无辜地把被子拉开了 别盖着脸 这样不好呼吸 顾飞深呼吸一口气 求你了 你赶紧走吧 秦战露出受伤的表情 你一定要赶我走 顾飞很坚定 要是被秦战照顾 他死得更快 我不 秦战也很坚定 两人相处二十多年了 秦战还拿捏不了如何和顾飞相处 这人就是吃软不吃硬 只要不跟他吵架 那他就拿自己没办法 秦战笑嘻嘻地坐在椅子上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 顾飞感觉自己的肺都要涨 然后无奈地指着他警告他 我要睡觉 不许打扰我 秦战乖巧地从抽屉里拿出眼罩地给他 你别蒙头 戴上眼罩睡 在顾飞昏迷的那几天 秦战就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切所需用品 秦战坐在旁边椅子上看着他 嘴角微微勾起 心里想着要怎么说服他 而此时此刻 闭上眼睛的酱脾气 心里已经在琢磨出去旅游的事情 他想是先去东北还是西北 想去墨河看极光 也想去祖国最西边看看 他甚至不知道 自己还有没有力气坚持到四个月后 早知道就不管公司那点或是 顾飞被自己气笑了 脑子里想东想西 就是逼着自己不去想秦战 不去想他刚刚发疯说的话 秦战看着呼吸逐渐平稳的人 小心翼翼地给他盖好被子 又心疼地俯着他那鲜瘦的手 脑子里全是当初顾飞要和他绝交的话 他给他发分手短信的那天 正是他查出癌症的那天 他恨不得给自己两拳 他亲手把生病的顾飞推开 他恨他是应该的 他现在知道错了 只求他能不能 能不能再回头一次 只要这一次就好 秦战的泪水滴在顾飞的手背上 冰冰凉凉的感觉传来 顾飞睁开眼睛 挣扎着抽出自己的手 看到眼睛湿润的秦战 顾飞心里一正 又赶忙错开视线 然后翻开被子准备下床 他憋得很 秦战在深情的表情 也不能影响到他解决生理问题 秦战赶忙抹了一把眼眶 连忙伸手将树叶瓶从架子上摘下来 一手扶住顾飞 一手拿着液体瓶子 顾飞脸色变得灰暗不明 他心里犹豫片刻 还是接受了秦战的照顾 反正就今天 明天就出院了 从卫生间回来后 顾飞继续对秦战严格冷暴力 听不见 看不见 不搭理